各位好,歡迎回到Linux核心設計 我們繼續探討PNRT作為R6TNT的實作方式 在上半部我們就跟大家探討過說像R6TNTLinux在具體上是怎麼去應用的 其實在我們之前有提到說像是為了打造的容像火箭控制或是工業控制出池的這些議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這些議題本身都意味著Linux需要一定程度的調整 而且這個調整的過程實際上非常漫長 你可以看說這個過程從1997年其實已經開始在做了 那這20多年的演化導致了很多議題的發生 從早期可能是需要一個額外的一個 額外的一個核心好像RTLinux那種做法 就是需要一個額外的一個Arkos再搭配修改過Linux 那後來的做法就是把Linux逐步邁向Hollywood Time 那這些機制呢都是非常大的一個更動 以至於一直到今天為止這些相關的修改 雖然陸續已經整合到Linux kernel 但是還是有一大部分其實是散熱在各地的 不過在2019年這件事很有趣有可能 在2019年這些相關修改有可能會完整的 納入到Linux核心 那一旦這件事發生的話呢 其實對於很多核心開發者是很大的影響 即便你不是做Hollywood Time 即便你不是在碰公寓控制 但是因為這些的變更呢 會影響到從Divide Driver Fire System 甚至當然說那樣Naver Stake 這些都會有巨大的影響 這也是為什麼人家特別來探討這個議題 因為其實我們在今年是非常之 在Linux kernel來講 今年是很值得期待的一年 好 那我們再繼續探討 好 那我們在之前呢有提過 這一頁這個投影片 那我們提到說 non-preemptive system跟preemptive system差異 那當然我們講這個 preemption其實著重在哪裡呢 是高優先權任務 就是當然我們要先去界定什麼叫做高的優先權 所以一旦我們在問中我們知道一個優先權較高的任務 比方說在畫面中來講 你看到是Task2 Task2是高優先權任務 然後相對來說Task1就是低優先權 注意到這都是相對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呢 雖然Task2在 這個時間點被排成了 但是實際的執行呢是拖得很晚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我們從Task2 實際被排成 直到Task2 真正被執行呢其實是有個時間差 那這樣時間差就叫做Litency 搞成這樣一個延遲 好 那普遍來說 Liota Linus 或是類似的系統 普遍來說他們有一種做法 就是說呢去安插對應的這個preemption point 注意到這個手段呢其實不是只有 其實不是Linus發明的 這個其實大約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 1980年代有很多做Unis的公司 那其中有一家公司也許你今天 沒有概念 但是在當年是很厲害的 Irix 公司公司 SGI 那這個Irix呢他是由這個 SGI發的 Silicon Graphics 縮起叫SGI 那SGI呢他的 對整個Linus的生態有非常巨大的影響 雖然 他這個作業 他發展的這個Irix 已經沒有在維護了 但是 我們今天看得到說像這個 OpenGL 這些stack 這些 為什麼OpenGL那些開放原始碼發展 很大比例是來自這個 Silicon Graphics的捐贈 然後再來是Irix作業系統呢在 你可以看到說在 儘管他1980以後就 不再 就是 不再有什麼 什麼巨大的變革 然後但是呢 他裡面有很多設計 是很有 很有時代啟發力 然後說在這個Irix的這個 檔案系統 那他有個東西叫 XFS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 Jurnal人員發力 system 也就是說呢 即便你在物理上 你在系統上 啟動過程中 你可能被強制斷電 那過往的這個 過往 Linux上的檔案系統 對於那種強制斷電啊 這種 這種 非預期的 錯誤呢要回覆 要花很長時間 做FS CK 然後做很多調整 但是 在這個Irix上呢 他的整個 Jurnal Files 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突破 所以 在 那個年代 SGI把這個相關的程式碼 Open Source 然後 也有把一份的專利捐贈給這個社群 然後 再次像他們提到 這個Open Geo Iris Geo 那這些東西都是很巨大的突破 那其中還有一個突破呢就是什麼呢 就是 Realtime System 那我們可以去思考一下 Iris 作業系統 它本質上它是一種 Unis 的分支 那 Unis 最早的時候呢 它不是為了 Realtime 而發展的 Unis 是什麼樣的作業系統 它是一個 多人 分尺 多工 的作業系統 好 那可是呢 對於Realtime來講的話呢 我們不只是要做到 分尺多工 我們更重要是我們要照顧到 重要的任務 所以你看到優先很高的什麼 Path 2 那 所以這個 在Iris 1980年代的Iris 基本上就有這樣的技巧 就是說呢 我在 任務執行的 過程中 我們去安插一些必要的 就是Preemption Point 所以 在這裡我們有稍微介紹過了 就是說 我在這個時間點排 Task 2 重要的都被排成了 好 那當然我很快就錯過第一個 就是緊急的下一個Preemption Point 但是沒關係 在下一次的Preemption Point 我就知道 要讓Task 2 去執行 所以Task 2 作為一個高優先的任務 可以獲得較短的 延遲 就是比對右圖跟左圖 右圖在這樣一個有安插 Preemption Point 系統裡面 這個延遲時間大幅的縮減 那當然 這有顯然一個副作用 我們如果去比對整體耗費的時間 看左邊那張圖 雖然說左邊那張圖 乍看起來它沒有 不具備這個Preemptive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說 整體的資訊時間就是Task 1 執行 以及 Task 2 所以其實你的這個 估算它時間是相對單純的 可是你如果看右邊 它是一個可講 就是 資源搶佔機制的 所以變成說呢 我們原本任務的執行 變成說每隔一段時間 就要去檢查 就是說這個在這個 整體耗費時間是層次比較高的 然後呢 這件事也會影響到 像是 像Cache啦 像Pipeline 因為 以前程式呢是可以 相對量 相對平穩的 相對這個 單純去執行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今天安插那麼多Preemption Point 變成說 我 執行任務 總是執行 一陣子之後呢 就趕緊檢查 我要不要 要不要 讓出來有沒有更高優勢的任務要去搶照我們 那當然 這個 換個角度想 這個犧牲的就是什麼 就是屬戶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Nun Preemptive System 其實它 不全然是壞出 我們今天 學習很多 系統的時候 網友都會覺得說 一個是舊的 一個是新的 那 通常很多人就會認為說新的途徑一定全面的比舊的好 舊的好 其實就不難 我們看到左邊跟右邊 其實它沒有什麼 對與不對 好與不好 只有適合跟不適合 我們今天來思考一個狀況 如果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一些 數學運算 比方說你去 比方說你去分析那個 一些物理的對不對 做一些物理模型 或是說 我去 分析什麼黑洞 這種相關的運算 尋找外星人 這些運算呢 它基本上是 一個做完再做第二個 第二個做完再做第三個 第四個第五個 所以對這邊來講的話 你說有沒有 非常重要的任務 不做這個任務會導致系統那個 嚴重的數字 通常是沒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像這種開始來講的話 通常我們就只是一個 Batch OK 就是說我 做完一 接著做二 做三 做四 那當然有時候呢 中間有些空檔 我在執行別的任務 同個時期執行 但是本質上它還是這種 P式執行 本質上它還是在於說 就是一些排程策略調整 那你可以看到右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右邊這個 Prehemptive system 它縮減的是什麼呢 所以縮減的是延遲 換個角度想 它提升的 重要任務的 Responsiveness 就說我讓這個 重要任務的反應 響應 就是 台灣反應 對岸反應 響應 不管是反應也好 或是響應也好 讓它的 讓這個時間差 大幅的縮減 那當然這件事是付出什麼 付出降低服務庫做的代價 所以注意到 我們 做這個設計這個系統的時候 往往都是有得就有失 那我們就要去思考說 我 獲得某件事 但是我相對來講 我肯定要 付出代價 那我付出的代價 這件事值不值 這個是我們在 一個系統性思維最難的地方 好 那我們再繼續 來探討這個 Intel Handler 那我們在之前有提過說 這個 為了要縮減 這個 Intel Contacts 整體 耗費的成本 所以我們把它拆兩半 一個是 拆前半段 後半段 對吧 然後 後半段這個有趣 一般來說我們就叫做Soft IRQ 那這邊有Soft 就是因為 我們可以 透過軟 去重新排成這個時間 那 這樣最大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說呢 因為 我們可以 精準的 處理這些時序上問題 往往中段發生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 有落乾的 不同的中段 那 如果呢 你有辦法 趕快去回應 就當我中段處理 趕快回應 而不是說 中段發生的時候呢 我一個ISR 把時間拖得很長 然後呢 其他中段只能pending 其他中段就只能 在等候 那 問題呢 其他中段重不重要 這很難說 但是 因為 你原本的ISR執行越久 新的中段 或者新的我們要執行的這ISR 就會被拖延 那當然這個HOPE系的連鎖效率就很明顯 那所以可以告訴我 在Linus kernel的做法 只是說 我們把他趁兩分 能夠快速回應 能夠快速回應的問題 我們先處理 然後呢 然後 之後呢我再把這個 後半段 去進行 然後你可以告訴我 像這樣的一個 不管是收IRQ啦 或是Battletail Battletail 縮寫叫BH 就是不管是收IRQ 或是BH 本詞上我們就稱為叫 Defer work 就是他本件事 是會被拖延的 就叫Defer 好 然後 所以我們去思考一下 就是說 如果我們看的是 來自intra handle 好 那 這個 導致延遲的時間 會在哪邊呢 那除了我們前面講過這個來自硬體的 就是說 中斷觸發的時候 這個儲引器狀態會改變 那儲引器狀態會改變 會切換模式 那當然這個會有一個時間差 但是 一般來說這個相對是短的 但是 真正難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 Handle duration 其實它是一個 那代價 儘管呢我們可以透過 收IRQ的引路 去把這個 這個 比方說像前面講到Nested 那個潮狀中斷的 然後或者說 像這種 前面會有什麼 降低這種 前面提到這個 Disable Interrupt 明白 這個前面提到的 就是像有這種 Disable Interrupt的狀況 我們 避免 緊張去避免這個 Disable Interrupt 去縮減這個部分的 Netancy 但是 真正難的地方就在於說 我們如何去設計 一個有效的Handle 尽可能趕快做完 但是呢 還要做正確式 我們這邊講正確式很多議題啦 就是說 比如說你可能要有一個 需要做 資料同步的 你可能會有個 對應的 Critical Selection 以及 相關的機制 然後就確保這個 資料 路徑是正確的 然後再來是你還要考慮到 不只是多核 甚至還要考慮 多樣的機體 架構 好像前面我們提到的 像Numa 那當然Numa 也都變形了 什麼像新Numa 或者擴免其他的模式 那這個過往的這些東西都是比較進階的一體 但是對不起 保在今天 這些東西很可能都是一些 基本配備 這也是我們要特別去 明清的 好 那接下來就是 Schedule Latency 跟Schedule Duration 好這個都 注意到 排程都是要時間的 都是有成本的 即便你是 All One Schedule 注意到我們講All One Schedule 我們在立場什麼 是挑出下一項任務的 時間複雜度 這個東西叫 Big All One 的Schedule 但是 前置準備要不要花時間 要 而且前置準備花的時間 其實他 很可能不低 更麻煩的地方是 有 可能 是 變動的 那 所以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在這個 我們講Dial Time System 其實往往我們不是講平均上的快 不是 我們 再一次 比方說在最差情況下 的延遲 在最差情況下的執行時間 這個是一個 非常關鍵的事情 因為 即便你 平均時間是很短的 但是你可能只要遇到 幾次 很嚴重的時間拖延 你往往就會導致 導致 導致 Mixed Day Line 那一旦你Mixed Day Line 就看你任務形態有可能這樣 你會為此付出巨大的這個損失 巨大的代價 好 然後呢 我們接著再繼續探討這個Schedule本身 耗費時間 就像剛剛提到的 就算Schedule本身是 Big O1 我們講的是 挑出下一個任務的時間複雜度 但實際上呢 我們挑選 我們一旦挑選出任務 其實 後面還是有成本 這個成本是什麼呢 看一下這個 就是說 第一個我要知道 我們要在哪一個核上 哪一個CPU Core 好 注意到我們這邊的這個翻譯是這樣 我們把Kernel把它翻譯成核心 那我們把CPU的Core翻譯成核 注意到 不想核心 我們講的核心是講 作業行的核心 那當然CPU講核 或者講Core 好 一旦我們透過Schedule 挑出下一個任務 先不管他怎麼挑的 我們在這個例子橫設計來講的話 有一個直講座的就專門講這個排成器 對吧 然後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我前面有個 也是有對應一個操作 第一個我要做什麼 Contact Switch 就是說 假設今天 現在的目前任務是A 然後下一個任務是B 所以我勢必要從A 切換到B 好那這個東西就涉及到這個Contact Switch 那這個Contact Switch 這個成本的就麻煩 這個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要把目前的這個Contact 然後就是各式各樣的CPU的Register 從這個 暫存器 然後把移到 比方說遇到Stack 或者 移到另外一組的 暫存器上 這完全取決於你的處理器架構 就像這件事 那不過這個 好的一方想像是什麼呢 一般來說這個Contact Switch的成本相對是固定的 注意到 我們這邊講這句話 其實這不太精準 就是說 這其實跟你的主態有關 比方說呢 現在很多的電腦把你的手機都有支援 FPU 但是往往有趣的地方是 不是每個程式都會使用到FPU 所以如果說你的程式是沒有用到這個浮點輸入運算單元的話 那你就是 只做這個整 整齊運算 那下一個任務也 也不是用浮點數 所以我講 我在這個Contact Switch的時候 我不用管 FPU的狀態 那反過來說呢 假設 這裡面呢 A這個程式跟這個B程式 反正是交錯之心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 A這個程式跟B這個程式呢 其中只有一個人 比如說 A 是使用到FPU的 那另外一個完全不使用到FPU 所以我們在切換的時候呢 這個 FPU的Context 其實我也不用急著去變換 為什麼 因為 兩個任務在交差 就是交錯 但是 真正那些Context 比如說FPU的Context 它是沒有被跟動的 我們就不需要特別 為了這件事跟動 因為這個可以縮減時間 我們稱之下 Lazy FPU 反正就是說 在作業系統裡面呢 會透過大量的技巧 去縮減這個時間成本 好 再來是 我們Schedule呢 本身就是要去考慮說 我要用什麼樣的Schedule Positive 現在 這邊可以看到說呢 我們這個 Schedule FPU First In First Out 或是Wrong Robin RR 那這些就是透過這些Bman的技巧 那這樣的 透過Bman的技巧的重點在哪裡呢 就是說 它不會隨著 任務的規模 擴增 而導致 排程的時間大幅增加 不會 因為這個像bmap 如果你設計好的bmap 你就想要做一個二維的空間 好像bmap 那如果你設計得當的話呢 這件事呢 是不會 跟你這個 任務的數量暴增 而讓挑選時間增加 不會 因為這個bmap的操作 可以是 認定什麼 它耗費時間 比方說這是 接近常數時間的操作 所以當我們講是接近 因為你還是有一些 前面的一些前置證明 然後除了這剛才那四個 還記得吧 然後就是什麼 從這個intra latency 然後在intra handle 的direction 再來是schedule 在真schedule跑之前的一個schedule latency 以及schedule正在運作 然後把人說剛剛講的那個切換 所以這雖然加起來主要四個 但其實我還有 往往是有額外的議題 什麼議題呢 記憶體 我們要特別注意到一件事 記憶體的操作 這件事很麻煩 多數的時候 Linux在記憶體操作 這是很快的 多數的時候是很快的 但是呢在特定情況下會慢 比方說呢 Page4 而且這個Page4是 Major的Page4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 某個userspace的程式 想要存取特定的記憶體範圍 可是呢偏偏呢這個FPU 沒有這方面的 對應 也就是說我們做這個 Memory Translation 失敗 好 那麼更麻煩的地方是怎麼呢 Page4 Handle 就是得到這個資訊 好 這樣的一個 Page4已經發射了 好那Handle 就想辦法就是怎樣 假如說透過這個 swap memory 假如說呢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像這個 swap memory 表情像什麼 你可以看到畫面就是這個 這邊有64個核 看起來多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我這台電腦上 雖然CPU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忙 對 上面看起來好像只有 大概 某幾顆吧 某一兩顆很忙 多數的時候其他 其他六十幾核都是這樣 都是沒事做的 可是你們要注意看 下方的這個 MEM表示Memory部分 你看 總共有32G的這個Memory 讓開機的時候吃掉一部分 我們姑且把它算成32GB 那可是呢 真運作起來的時候呢 整個系統已經吃掉 24 24.2GB 這一個很大的 一個機體消耗了 而且更麻煩 底下有這個swap 所以他在這件事呢 這邊講的swap 其實就是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 這個page fault handle 所以 一旦我們發生major的page fault 那我們就會搭配這個swap 或者更明確來說 通過這個swapker 通過swap你就是做什麼呢 要說你的資料呢 是放在這個 你的磁碟裡面 就是放到網路上 不然不管 我就要從這個儲存空間 把它置換 然後把它置換到什麼 你的rent 那同理呢 一個任務呢 他可能會被置換出去 所以可能會 置換進來 置換出去 這些東西對不起 都是很大的代價 這些操作的 耗費時間都比 主機體的時間 耗費來的什麼 來的大 那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 這個是 通常都是這樣 會導致 不可預期的延遲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代價 那可是呢 這個devent page呢 當初的設計 就是給予 作業系統 給予軟體實作上的一個彈性 如果說呢 我沒有這樣的devent page的話呢 寫程式就很難寫啊 比方說 運用機體 就要 要想得非常小心 然後就說 這個程式上面執行前 我就要想 它 配置的時間範圍 空間是多大 然後 我要怎麼用 我不能用超過 就是由這個 普根本要負很大的責任 可是你看 由devent page 出來之後呢 這個彈性就變很高 就是程式開發者可以專注在 資料結構 可以專注在演算法 以及說 前面講的資料結構加演算法 如何落實在 特定的這個電腦程式上 好但是呢 這個過程中呢 你又不用 你不用凡事 比較 你也不用凡事去想 寫程式的時候想一大堆什麼例外狀況 不用 因為作業系統會透過 對應的pageful handler 或是對應的 對應的例外處理機制 然後去防範這些 不是防範 就是去 對這些例外狀況做因應的處置 所以 這個是一個彈性 但是對不起 這個彈性 是用什麼來換的 是用 不可預期的延遲換來的 換個角度想 這個 對於 即時系統 尤其是hard real time 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要注意到就是說 在 有些材料 你會看到 在網上看到一些材料 他就 這邊有個 seminar 建議 把這些 機體相關操作的成本降低 甚至 有些 這個deband page 所以 你機體操作失敗的話 你等下 你等系統就crash 但是 這種系統還是有個好處 就是顯然的地方 他在存取的記憶體呢 就會等下 Deterministic 那除了剛才那個 MNU的以外 其實還有一些 比方說這個 記憶體配置的部分 那我們在 同樣在Linux 核心設計這個講座 我們有一個 直講 做的在講什麼 講記憶體管理 然後記憶體配置 那甚至 我們之前有提到 我們成大的這個 我們成大有發展相關的這個 太空計劃 然後就是 想這個 人造 人造衛星 以及 台灣人自己開發的火箭系統的研究 然後我們裡面就有用到Linux 那我在用Linux的時候呢 就為了這件事還要特別去改寫 重寫 某一部分的程式 是為了什麼 去降低 像是memory allocation的代價 所以注意到 多數的時候呢 多數的情況下 Linux的記憶體配置其實都是很快的 但是注意到這句話很重要 就是說 但是沒有保證 最長延遲時間到底多少 那 換個角度講呢 什麼東西是沒有必保證的 WCET WCET的這個分析呢 這個很關鍵 這個 叫什麼 Worst case Execution time 我們稍微描述一下這個東西來講的 Worst case Execution time 然後他在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今天去 測量 我們去評估 就是我們在特定的意義上 大家講一個真實的環境 如果我在一個 真實的環境下 或是一個指定的一個 配 軟體的配置下 一個任務 他最長的執行之間 會是在什麼 然後 或是 在什麼範圍 好 那 注意到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往往呢 我們光看資料結構 他演算法是不夠的 像前面提到 如果我們觀眾有什麼 有平凡的 Page Fault 那你可能就城市根本就沒辦法執行下去了 就是城市執行到一半 然後又遇到Page Fault 對不對 又跳到Kerno去 Kerno可能做一段時間又回到User 然後又回到UserSpace 做一做 又跳到Kerno 一直往來往去 所以真的花時間在UserSpace的時候 對不起 很少 然後Kerno很多時候介入 那這樣的話 對這個LewooTime的設計就很糟糕了 即便那個UserSpace的 程式它優勢有點高 但是因為 涉及到這種大量的Page Fault 涉及到大量的 像前面提到這種機體的配置 多數說很快 但是在特定情況下 又可能拉得很長 這個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一個狀況 所以注意到 我們講這個LewooTime的這個分析 基本上 不可避免 會去做這樣的設計 而且這個東西的這個研究呢 是非常多的 甚至包含說像寢視化驗證 你有聽錯的這個 Formal Replication 也有跟很多是這個 跟這個WCET 是有很大影響的 這邊可以找到一個東西叫SEO4 WCET 那這個 SEO4 那這個SEO4號稱什麼呢 號稱是 它的 程式研是完全造的 造的什麼 造的規範去實作的 也就是說 不管是從設計 還是說實作 它表現起來的行為 就跟 規範的 是一致的 所以甚至在10年前 又把SEO4把他講的比較 比較懸念 有人說這個東西叫什麼 講做 這個 Bug Free 你要知道一個東西是Bug Free 是很了不起的 你這輩子 少數看 你這輩子 一開始就寫程式 就看到什麼 就看到 Bug Free 你的Hallover 印出 Hallover 幾乎是Bug Free 只要printf沒有問題的話 就是 幾乎是Bug Free 但注意到就是說 SEO4 有人把他講比較誇大 說他是Bug Free 其實這是兩碼刺 一個是說 行為上 是符合預期的 什麼叫行為上符合預期 比方說 我在 SEO4這樣的作業形容 去執行高優權權動物 如果這個高優權權動物 照著SEO4的規範 那它應該要怎樣 應該要能夠 去評估出來 他的這個 Word's Case Execution Time 而且 應該要 就是 比方說 我們可以一個統計 就是以統計學觀點 他肯定是95%的實踐 都是這樣 符合我們會犯的 那5%呢 或是一些 特定一些outlier 看你要不要去 要去衡量他 要不要去組織他 如果你把這些outlier去掉 那我的這個信頼區間 只是多大範圍 像這種 就是他也 其實這個東西 是很多層面的 從統計層面去看 然後呢 不然說 從這個計算機的結構去看 像他講這個 commenu Patreon 這種東西 這個都是都有很多 這樣東西要去考慮的 甚至呢 還有 還有的是什麼呢 在城市真的執行之前 就已經把剛才講的一些 議題 把你盆進去 所以這樣的一個很重要 好像SEO4就是這樣的一個設計 也就是說 SEO4 他在驗證的時候 不是只驗證做一種本體 他甚至去驗證了底層的 處理器 對你有聽錯 所以不然說 像這個 印刷尋的 Cache Data的Cache French protection 然後 印刷尋的Pipeline 然後 然後不然說 像剛才講這個 PageFold啊 或者各式各樣的 Session 像SEO4的想辦法 把這個東西 把它 用數學模式去表示 所以 一旦 底層硬體 可以被數學 數學模式去表示 那上面做一種 也可以透過數學模式去表示 那我們就可以一路從底層 一路到上層 都可以這樣 都可以驗證 注意到 這個是一個 非常高的代價 而且像SEO4為了做行刷驗證 它耗費了 能年 是100多個能年 這個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好 那 所以這邊我們剛才提到的什麼呢 就提到這個 Worst KS Execution Time 好 然後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在LewTime的分歧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注意 休息一下 好 那剛才提到的就是 像是記憶體管理 那 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輕 這個 記憶體管理的 成本 很可能是 一開始是看不出來 但是在 專業開發的中後期 都會有很大的衝擊 因為 演算法 或是資料結構 也許本身家 是可以調整的 也許可以找到 更快更有效的 排序演算法 或是說呢 你可以去說 調整的資料結構 讓他的 Cash Miss 縮減 但是麻煩的當然是 不管怎麼縮減 你終究要做經濟 操作的 然後而且 你的機體操作呢 你又很難說 估了 估了出來說 一開始一定是 固定多大 可能要仰賴 重開自己配置 這樣的一個操作 好 那麻煩當然是說 一開始可能看不出來 但是一旦你的 專案的強度增加 專案的強度要求增加 或是說你這個 測試密集度提升的時候 往往會有 大的 影響 這也是我們之前開發專案裡 有一個很 慘痛的教訓 我跟大家分享 好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的話 就是像這個系統呼叫 系統呼叫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 在UNIS的系統呼叫 設計上 本質上 它是什麼 它是 同步的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有個系統 我一開始我在USER SPACE 那我呼叫一個系統呼叫 比較OPEN OPEN READ WRITE 對不對 還有CROW 那這個東西呢 是很常見的操作 但是呢 麻煩的地方是 比方說我呼叫OPEN 多數的時候OPEN都是很快的 但是呢 你看喔 USER SPACE在這裡 然後呢 我呼叫 OPEN這個系統呼叫 所以我就 我的這個 這個 執行的等級呢 就切換了 就是我就從呢 PRIV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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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L 就是我這個 特權模式都改變了 從USER SPACE 跳到什麼 KERNEL SPACE去 那可是KERNEL SPACE到底怎麼去實作OPEN 怎麼去實作READ WRITE CROWS 這個東西呢 對不起 也一樣沒有保證時間 更麻煩的地方是說呢 在這個系統呼叫 還沒做完還沒有返回到這個 USER SPACE的時候呢 這個時間 一樣 也是 一個時間拖延 好 於是乎呢 這個 對應的影響是什麼呢 很可能系統呼叫做到一半的時候 有新的中斷發生了 而且新的中斷發生的時候呢 他就把這個 系統呼叫原本他可能就是相當比較長的時間 然後又因為頻繁的這個 ISR出現 然後就是Intel發生 然後我就頻繁去執行在ISR 所以就拉了更長 換個角度講 返回到USER SPACE 讓 使用者開發出來的程式 真正被執行到的時間 就少了 換個角度講 這就影響到這個 LIVENESS 好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 這個是一個 對於這個 整個 系統 不管是從資源使用的公平 或者說 在這個 即時的表現 甚至整體來講 我們資源配置的那個比例 這個都是會有大的衝擊 好 那這個東西 一樣 也是要是吧 要去這個 我們要考量了 好 那我們最近呢又把一些 講到這邊我就 也順便補充個東西 最近就在做一個 一個 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呢是 OSDI 2010的 論文 在做什麼事 就是說 他做一個調整 因為系統物價的成本 是很高的 那系統物價的成本之所以高呢 是因為我遇到很多 Case 都是 Exception 像剛剛講的 Open Read Write 那我可能遇到的狀況是 Open成功 但是Read失敗 或者 Read成功 但是Write失敗 或者說呢 我們要做 Close 那Close的時候呢 就會做了一些 必要的散後 反正 不能散後 就是在過程中可能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說 在系統物價實作 有一 很大比例的程式碼都在做 做這個 做一種Exception 的處理 好 那所以像這個Flex SC 在OSDI 這個 2010的論文 來做什麼事情 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我們把這種Exception 我們做一個特化的 系統物價 它跟平常系統物價比起來 它短很多 它不用特別去處理這些 例外狀況 或者說 我們有些例外狀況 我們就 我們是可以控制的 我們可以設定一些條件 然後呢 這些系統物價 執行的時候呢 它是有排程的 所以這個好玩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有本是 有本它已經是blocking 就說userspace 在這裡 然後呢 跳到客統去做特別事 然後做好久之後呢 才反過到userspace 好 那現在改變了 就想像說它有點像 就是本質量變得 從同步的呼叫 變成非同步呼叫 比如說 userspace 要去做不決事 但是客統到底什麼時候做呢 客統就排程去做 那 因為我們把這些Exception 縮解 所以有機會得要排的 標密集 所以在特定的這個條件下呢 有可能會提升 40%的效果 有些人可以 看一下這方面的研究 那我們最近在這個 Buffet SC 最重要 這個是2010年的研究 那基金已經怎樣 9年了 那基金9年我們現在在做什麼事呢 我們把Buffet SC的想法 重新在新版的Linus kernel發展 比方說Linus kernel 5.1 那我們要發展這東西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提升 像 像這樣的一個 不是提升 就是縮減像這樣的不確定性 因為這樣的不確定性會影響到提升 反應 所以注意到 我們研究的本身就是 某個角度想 其實在炒冷飯 你看 像剛才講的Iris 對不對 SDI這家公司 雖然這家公司已經 已經沒有在運作了 但是等一下呢 Iris在1980一代的一些 Lewtime 去安插這個 Pree Ancient Point 這個想法 很有啟發 你看 一直到現在我們講的 Pree End RT 就是把這一系列想法帶過來 重新把它翻譯過大 同理 我們做這個 我們最近在做這個 Flyse SE的研究 也是在這樣 好 然後呢 這剛剛提到這個 系統護照啦 或者是Devite Driver啦 Intel Header 然後這個都是會有 額外的成本 那在下一個議題呢 很複雜 理解很很簡單 但是在實務面會很複雜 然後我們去思考一件事 有一個 狀況很有趣 我們稱為叫Priority Inversion 然後Priority Inversion 中文翻譯呢 一般可以把它翻譯成 優先權反轉 或是優先權錯字 意味著什麼 原本系統 原本最終它就規範不同的優先權 我們這邊有講到那個什麼 有講到NICE值跟RT的Priority 然後這個NICE值是 典型Units的設計 但是我們 我們針對這個LeoTile就有什麼 就格式要那個Priority 比方說 從這個1到99 這樣的一個Priority 好 可是呢 為什麼 這個問題呢 之所以叫Inversion什麼呢 就是說 原本 優先權高的 任務就可以去搶佔 低優先權的任務 這個Pent 可是呢 就會在特定的情況下 優先權再高 但也無法去搶佔 低優先權的任務 這聽起來很奇怪 變成說 其他的優先權比較 明明就比較低 但是他沒辦法被搶佔 被高優先權的任務權 這聽起來不合理 但是注意到 這個在LeoTile世界裡面 一定要考慮 一定要考慮 就麻煩 你不把這件事做好 會有很大的衝擊 好 這個情形是這樣 我們呢有 高中低不同優先權的任務 顯然那個 綠色這個東西是 高優先權的任務 所以我們把他給他一個高的值 比如說99 然後在一個中優先權任務 中間的 中間程度的優先權任務 我們叫做 median 我們給他50 那附帶一提 如果沒有特別指派的話 Linus在建立這個 任務的時候呢 如果沒有指派優先權的話 就會 給一個50 相似的值 然後再來一個任務 優先權低 你看他他是3 所以注意到 有三種優先權的數值 99503 然後你就稍微記一下顏色吧 最低的是這種紫色的 然後中間的是這個 紅色的 那最高優先權是 綠色的 好 多半的情況下 優先權高的任務 比方說 綠色的是什麼 這個 H 我們縮寫下 叫H 那 一定可以搶佔 median 這個M 然後這個median 這個M呢 也可以怎樣 去搶佔 優先權的L LodePi2 好 可是呢 就是在某一些情況 很特別 什麼樣的情況呢 有個東西叫Mutex 好 要不要做到 Semophone跟Mutex的差別 其中有個很重要的差別 就是有個ownership 就是說 在Mutex來講 誰去持有那個Luck 就只能用 Luck上鎖人去解 然後所以這個 有一句言語叫做 解鱗還需 細鱗人 就這種意思 誰 誰去 上鎖 就一定有誰去 誰去解鎖 好 所以這個情境這樣 一開始 第一優先權的任務 會去幹嘛 去Aquire Luck 要求去鎖這個東西 比方說 共享資源 其實共享資源是很多的 比你想要的多一點 就是 共享資源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比方說你看 我打入這個命令 D MSG Dump KernelMessage 按下去之後 就一堆Message出來 好 那你們想過一件事 這個Message裡面 你們這些顯然沒有 這邊看到Duck 然後 底下有什麼 IPv6 好 然後 在上面還有什麼東西 在上面 在上面 會看到 就別的訊息吧 對不對 印到Segmentation Fox 對不對 就有各樣的訊息 可是你會發現 訊息再多 這個訊息本身 不會這個東西印到一半 不會這個東西印到一半 然後又被其他訊息 截斷了 為什麼 好 因為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這個TTY 好 注意一下 這個問題要TTY TTY 其實我這個TTY本身 也要幹嘛 它也會有這個 NewTestLock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我們剛才不管是哪個系統 好 比方說 像剛剛看到的東西 像什麼呢 像是 Ducker 或是 IPv6 ETH0 好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這些資源 那這些 不管是Divine Driver 或者Kernel Marger 當這些 Subsystems想要更新訊息的時候 我一定要先 Aquire Lock 什麼Lock TTY Lock 所以 我想要去顯示一段字 所以我確保說 我 顯示一段字 到換行 那這個過程中 不會有其他動物 怎樣 搶戰 不會其他動物打動我 所以 這其實就對到這一次 所以就要 一個 第一優先權動物 去Aquire 共享資源 是會發生 然後比方說像 TTY 這種東西 你想吧 你如果不去 搶戰的話 你會發生 訊息就一直團斷 好 這個時候注意到 這個件事不是什麼大問題 本來做英雄就允許你做這件事 對吧 而且你不做的話 會有很多副作用 好 然後 這時候 一個 高優先權動物執行 好 這個 因為 因為這個 H 優先權高 所以他一定可以搶戰 第一優先權動物的執行 乍看之下 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是 但是 想到什麼事 這個任務執行到一半 他開始也要 存取到這個 存取到什麼 剛才 NUTEST LUCK 所以意味著說 我這個 NUTEST 在這邊 去上學 好 這個地方形成一個 Quickless Action 所以注意到 在這邊來講話 我要繼續執行的話 這個高優先權動物 雖然他搶戰了什麼 搶戰了低優先權動物 但是 麻煩你要是 這個時候呢 就是 LUCK是由 L去持有的 所以我一個 H 優先權高的H 他必須要等到 低優先權動物 L 把它解開來 或者他只能這樣 等待 所以不管是 你用什麼機制 去實作出 Mutual Exclusion 因為MUTEST本身是有 ownership 就是有 誰去上學 誰去解 誰去解 所以其他人就得到 像高優先權動物 就只能等 所以在這邊來講 注意到 在這個時間點 這個H 就被 GROCK 被什麼GROCK 被MUTEST 那這個MUTEST是 誰去LUCK的 是由L去LUCK 注意到 到目前為止 也沒什麼錯 這個 一樣 這也是 作為雄賦予了什麼 賦予了權力 那當然低優先權動物 趁的時候 趕快做什麼事 比方說要去顯示 剛才講的一些訊息 我們有很多事要做在 訊息要去顯示 我趕快去做這件事 可是很不幸的地方 本來做完這件事 我就要幹嘛 就要把LUCK 釋放 一旦LUCK 釋放之後 高優先權動物 就可以繼續持續下去 對吧 但這時候 殺出一個陳咬金 所以注意到 本 本來 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在畫面中這個時間點 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 unlock 就前面是LUCK 那這邊有個對應的unlock的話 高優先任務就可以這樣 繼續持續下去 因為高優先任務在 等這個 LUCK解開 可是這時候 在 LUCK 還沒有 還沒有解鎖的過程中 就發生一個 陳咬金 一個 中間優先權任務 所以就這樣 這個50 可能是大於3 對吧 所以他一定可以搶佔 第一優先任務 所以這個 就搶佔 可是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這個中間優先權任務 他搶佔了 第優先任務 然後 偏偏不信 如果這個中間優先權任務 一直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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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執行越久 高優先權就被拖著 為什麼 因為 還沒解鎖嘛 所以高優先任務就這樣 就一直執行不到 所以呢 如果 這個中間優先權任務呢 就真的好時不時一直執行 是不是換個角度講 高優先任務就這樣 就執行不到 這意味著 優先權不到任務 他之所以 能夠繼續執行 或是被阻擋 完全取決於什麼 中間優先權的臉色 這個就是什麼 這就跟我們 一開始講的這種 Priority-based scheduling 什麼 就這樣 抵觸的 就是因為有 這樣的共享之間 而且是有ownership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 一個這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當然 這件事不代表說 整個系統會崩潰 不代表說整個系統會崩潰 而是說 這讓高優先權任務 和行為不再 Deterministic 也就是說 我們做一種設計 算是可以安插很多 Prientient points 可以讓這個系統變得 Prientient scheduling 好 但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共用資源 而且是用mutex lag 的存在 所以導致什麼呢 導致高優先任務在這種情況下 很可能是完全沒有機會持續下去 也就是它的liveness 很容易可能是有出問題的 所以 勢必的這要有個解法 注意到 這個 你看到說這邊有個解法 注意到它不是單一解法 這解法有很多種 主流有兩種解法 一個是你看到這個 Prientient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Prientient Prientient Prientient 這個 Prientient Prientient Protocol 注意到後面都有講一個Protocol 對 不要懷疑Protocol 它一定有個協定 什麼協定呢 注意到 不是只有網路才有協定 在天底下很多東西都有協定 比方說ECFA 對不對 還記得嗎 以前那個 馬前總統很喜歡講的ECFA 前的ECFA就一定發 好 很難說吧 我們要先等高雄有發展再說吧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不管是Prientient 或是Prient Selling 它都本質上它是一個通訊 就是一個協定 那這個協定呢 協定在哪 就是 誰一定要先做我們 就是 誰一定要後做 好 所以看我們再回想一下 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問題的癥結就在於說 因為 低優先權任務它持有Lock 所以它這個Lock的owner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殺出個陳咬金 讓這個低優先權的任務呢 沒有機會去解鎖 好 所以這時候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就是做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一個任務呢 一旦 一旦是 而快了Lock 而且它被 高優先任務 說什麼 說搶佔的話呢 我們就把優先拉高 拉高多高呢 就是 高優先權任務多高 你就跟著多高 好 你說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你看 原本優先權不夠嘛 才會怎樣 才會被人家搶佔 所以如果說優先高的話呢 就不可能這個狀況 所以我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去避免 那當然這個東西會付出個代價 這個代價很顯 Lock成本是增加的 而且Lock 就可能對應到這個處理器的一些什麼 比如說 Automic instruction TestandState 或是 Compare Swap 這一系列 Automic instruction 所以以前Lock 相對是單純的 我就記錄出來 這個Lock發生 我們在這個 Inters核心設計來講 我們有 講這個 同步機制 也有講過這個部分 我們前面有講這個 有什麼東西呢 我們有一個 簡要的講這個 同步機制的一個 就是講這個同步機制的原理 除了這以外 我還要講這個Spinarch 還要講這個RCU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過去講這些主題的時候 我們 講一些範例啦 或是講一些 判處的程式碼 都是相對單純的 但是注意到 如果我們要去實作Priority Inters 就不能單單只用這個 Automic instruction去實作 就很麻煩啦 例如說 Lock的時候還要幹嘛 還要去調整 動態調整 持有Lock任務的優先群 對不對 好你看 以前 AquireLock的時候只是對應那個 Automic instruction 或者對應了 資料經過紀錄 但是 我們今天為了要避免 Priority Inversion 所以我們引入了Priority Inters 所以我就要去調整 動態調整我的優先群 而且 這個 優先群 在 在 Lock一旦履歷死的時候幹嘛 這個優先就要拉回來 所以注意到 這個是一個 額外的代價 增加系統設計的成本 更重要的地方是 整體 耗費時間 用Duff來增加 但是這件事麻煩的地方是在 RealTime System 非得做不可 不這樣做的話 就這樣 就會導致剛才講的Priority 也不會選的狀況 好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說 除了Priority Inversion 來講的話 有另外一個東西叫做 Interrupt Inversion 這個 執行序很像的事情是說 其實中斷的發生 也是有分優先權的 在現代的很多 Intra的 Intra的Controller 說起來叫IC IntraController 它也是可以怎樣 允許去Priority 然後你也可以去指定你的Priority 甚至可以指定SubPriority 就是你有一個優先權 然後你也可以有優先權可以建群組 甚至有一個次優先權 就是說 假設我主要的優先權是一樣的話 我就比SubPriority 這一個數字 好 那這件事你覺得是 其實你發現中斷本身有一個類似的狀況 也會有什麼 也會有這種 你會叫Prient 那Prient來講一發生的話 其實一樣 也會帶來什麼 不可預期的延遲 然後如果延遲的對象是你在意的重要任務 那當然這時候發生的是 你的整體的這個 不是整體 就是重要任務的這個時間就不拖延了 那當然不是我們一樣的 好 終於我們來介紹這個我們今天的 我們這次講座的主題 就是什麼 Linus Sun 針對RioTiN所做的Shift 好 然後第一個我們來講這個Schedule 我們在Linus核心設計來講的話 我們有個直講座 還記得吧 講什麼 這個 講的 排程嘛對不對 好 那我們在講排程的時候 其實講的蠻多東西的 就是 講這個像 2.4 的時代 這個不 不只是挑選任務的排程器 我們在這邊提到了說像這個 Linus kernel 2.4的時代 然後到Linus kernel 2.6 那2.6呢 時候又有一些 很巨大的變革 好 這些變革都很 很巨大的 其中一個變革是什麼 就是CFS被錄 CFS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2.6 2.3開始 好 所以注意到它的這個 挑選任務呢 它的時間複雜度是O1 但是呢 這個 但是我去重新安插一個什麼 安插一個任務 那它的時間複雜度是LogN 好 注意到這個東西 挑下一個 是Bid O1 但是 重新安插一個任務 是Bid O1 就是這樣的對出時間 好 然後 注意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 這個是在排程器的這個設計 然後剛剛做件事還不夠 其他要還是做什麼事情 就是 我們前面講到 任務切換其實是有成本的 所以Linus可能花了很大的調整 做一件事就是 你可以去支援沒有MNU的情況 這個 我們稱為叫做 Linus No MNU No MNU Linus No MNU已經是一個主派 所以注意到這邊有個 對應的主派 那這個主派有一個很重要的用途 就是去降低什麼 降低來自 系統 來降低這個MNU 帶來的 這個成本代價 好 那注意到這是可切換的啦 你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把這個東西關掉 然後再來是這個LeoTime API 那我們在這個 同樣這個LeoTime這個講座的前半段有跟大家講過 像103.db 好 然後Pod start 1 這是什麼 這是規範 那其中有一個規範的就是 103.1b 那在這個1b裡面就規範一些對你 的LeoTime API 那更具體來說 這個 Posits 1003.1b 這個東西的 這個什麼 它的LeoTime extension 到底是 什麼東西呢 就是第一個 它確保了 Piorti-based Schedule 所以比方說 我用1到99 這些 不同的 Piorti的數字 然後再來是 我這個Signal 有一些 LeoTime的Signal 以及在Clark還有Timer 我們之前稍微有跟大家介紹過 Clark跟Timer 就比方說你會有一個什麼 你會有一個那種 通過震盪器 比方說我設定一個 就是造成它的時音震盪 或者說一些物質 像雲母 做一些 點通電之後 它就會造成一個 在特定的條件下 它就會 會有一個固定頻率的 一個震盪 然後用這樣的東西來做出一個Timer 然後 你可以 在這上面 做出什麼 比方說 用這樣的機器 做出分時多工 用這樣的機器 甚至去做出Rone Rubin 完全取缺 取缺 但是注意到 以LeoTime的需求來講 是一個精準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 現代很多硬體都可以做到 精準度達到 1Microsecond 甚至它的實驗刻度比1Microsecond更小 那 這時候作業系統 居然能夠去支援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Timer 一個高解析度的一個Timer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 就能看到說像這個Sermaphone 還有這個MeshPay 拿到IPC 學妹妹的機制 這以外還有一些 同步跟非同步的Io 以及 說Memory Locking 這個是在什麼 Memory Time的擴展 好 注意到這是API 這個前面我們有討論過 API跟他 表現出來的行為是2004 一般來說我們會去設計一些conformance test 比如說測試說 你的實作比方說你的實作是Linux 或者是BSD 甚至有Windows 他如果宣稱要去做出pods103.1b 所以有這些API 然後你可能去測試 比方說在 這樣的一個API能不能呼叫 這樣的API呼叫之後 他對應的行為是怎樣 這個是什麼 所謂的conformance 但是光做這個conformance test 是不夠的 因為我們要確保 具體的行為 像這邊指標的 Worst Cast 好 Worst Cast Execution 像這樣這樣的東西 我要這樣 可能 要被保證 我這樣才會 往 Hariotime的腳踏走 所以為了這件事 其實Linux下足的功夫 所以第一個 就是有個東西叫 Threaded Interrupt 注意到我們講這個 Threaded Interrupt是什麼 它把 Interrupt 本身的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變成conform rate 然後我們知道一件事 conform rate是在Linux 一個 不只是 整個Linux的 執行環境代價 是一個最小的執行單元 所以 一般來說一個conform rate 它可以對應到一個什麼 對應到 一個CPU 或者一組CPU的 吉他 那這個意義在哪裡呢 就是說 我既然是一個conform rate 那我也有握成權 我既然是一個conform rate 我會被排扯 我也可以被搶佔 所以換個角度講 一個interrupt也有一樣 的設計 它其實也有優先權 它其實也可以被搶佔 注意到注意 注意到東西 所以這件事就很有趣了 就說以前 Interrupt context 是個獨特的損壞 就是反正 以前不管做什麼事 Interrupt context 就會被人家打斷 但是 在這個 2.6以後呢 允許你什麼 你的 建立interrupt的時候呢 可以去指定說 它是要變成grading 它 它的這個 Interrupt handle 要不要 就像 不是就像 就是一個 核心的執行序的模式去執行 這是一個 然後再來是說呢 我們還記得我們前面有不是講過這個 講過什麼 講過這個 Priority Inversion 你記得嗎 講過這個 Priority Inversion 這個 那為了要解決Priority Inversion 我們前面比如說提到一個東西叫Priority Inheriters 那前面叫做Priority Inheriters Protocol 所以叫PIP 那我們提出的PIP 顯然怎樣呢 顯然就是說在這個 實作機制上 就要去改變好了 因為原本的Mutex 它有ownership的概念 但它沒有動態調整 優先權的概念 而且更麻煩的是說 這個 這個 我在實作Priority Inheriters 其實 很可能會有涉及到額外的Data跟偵測的機制 所以你發現整件事問題都大幅的擴張好 原本的Mutex 可以很簡單的實作 比方說透過Altami Inflation 透過去追蹤ownership 但是因為我要變成 有能力去處理Priority Inversion的狀況 所以我們引入了Priority Inheriters 當然你可能有引入別的 比方說Priority Inheriters 代表你們好伯仲 你提出這些 解決Priority Inversion的協定 這樣的一個機制 其實整體的設計和實作上複雜都是大幅全身的 所以就讓我們有個新的東西叫RT Mutants 這個東西是可以選擇的 就是說看你目前的姿態 如果你的系統沒有要做到Kernel Preemption 你就不需要打開RT Mutants 反過來說如果你要支援 Kernel Preemption 你就需要的嗎 需要打開RT Mutants 而且要 把必要的一些 Kernel Object 把它轉換成RT Mutants 就是能夠實作 好 另外一個東西是 BitKL BitKL Free就是意味著什麼呢 就是意味著我們不會有BitConlock 那我們之前在探討哪裡呢 我去探討 探討同步機制 然後探討 PiTons Prosets的時候 跟這個PiTons 就竟然都講了這個 BitConlock 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BitConlock 發生的時候 不管你有多少核 不管你有多少CPU的Core 很無奈的是 就算有再多的CPU Core 你叫BitConlock 就這樣 就英雄不用武之地 這當然不是我們預見的 這會導致 非預期的延遲 所以這個 你可以看到說 2.6.37開始用 BitConlock 完完全被丟掉 所以當然今天我們講的 是5.1 5.2 還有這個 距離這個東西是比較遠 但是你還知道 曾經有一段時間 BitConlock 是有這樣的一個障礙 然後就來自這個 石桌上的問題 休息一下 那除了前面提到這個 Gready Interrupt RT Mutex 以外 Know 還有很多 很多 必要的調整 這也是 這個PiTons RT 在做事 好 那順便提一下 為什麼 我們稱為叫PiEnt RT 這是因為什麼 因為Know的選項 有個新的選項叫做 Compig底線 PiEnt 注意到這個 在NinxKnow有大量這種選項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想說你可以來看一下 假數字 假數字 比方說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是哪一半 等一下 VueName 好 我們這邊 比方說 舉例來說是用 4.15.0 然後 後面是 這個 就是 46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16 好 那這邊就是對應的這個 Config 所以 這邊來講話 就是 你會看到這樣的 好 那比方說你去找這個 PiEnt 好 這個PiEnt 就已經好玩了 你看 像我這台電腦上 目前這台電腦 是沒有打開 PiEnt 所以就是寫這個 Config PreEnt It's not safe 好 然後呢 但是有一個什麼 有開這個選項 比如說我這個PiEnt 我的等級是什麼 自願被PiEnt 就反正我等一下會來 我們等一下會講細一點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不同的模式 一個是完全沒有 Kermit PreEnt 只有User Space 但是我們這邊有很基本的 就是我 一旦自願要PiEnt 就可以被PiEnt 加一些 對應的這個PiEnt 然後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講PiEnt的RT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PiEnt 從PiEnt的Narm 變成PiEnt的RT 針對Realtime 做Kermit的PiEnt 所以我們為什麼有一個底線 就是因為LinusKermit的Config 就是有底線 所以就這樣 只是一個慣例 好 就像剛剛提到的 就這麼多不同等級 那想換來的電腦就是選擇 選擇個資源 就說自願被Kermit 做Kermit的PiEnt 這個東西都是 就是一般是用在 適合在用Desktop 在運用 那如果是選PiEnt的來講的話呢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就是 Desktop是一般的Desktop 就是你跑 比方是跑KD 跑Gnome 跑Lsd Lsqt 就是這樣的一個桌面系統 或者你做一些比較 他是多工人物 但是相對來講 不會有什麼 很關鍵的這個 影響 那 這邊講的Low Latency Desktop 一般來說是什麼 比方說你在上面跑OBS 就是我們要直播 那直播的話呢 就我們之前沒有講過吧 直播就有一些比較關鍵的事情 比方說 直播軟體要確保說他的聲音 影像 被編碼 以及 被適當的傳輸 那如果沒有適當的傳輸呢 沒有這樣確保說在時間內完成的話 會有什麼問題呢 你會覺得那個 畫面跟聲音對不上來 就會覺得不舒服 所以我們注意到 這邊講的Low Latency Desktop 他鎖定的對象是什麼呢 通常是講Linux上的多媒體處理 從VoIP 從這些 比如說直播啦 諸如此類的目標 就是這些 主要是多媒體的應用 然後 PenRT呢 就是在強化 在這個等級再額外加 那是因為 目前還沒有整合到Linux kernel裡面 所以你需要打 對應的這個patch 就把這個額外的patch把它施加進來 或者 你只能看到這三個學校 好 那第一個呢 就什麼呢 我來講 PenRT呢 好 我前面Cabico就不念 好 那所以要就是什麼呢 Kernel本身是 絕對不允許PenRT never PenRT NeverPenRT 就是 只有在UserSpace 是怎樣 是 PenRT 但是在KernelSpace完全不行 那這樣子 注意到這個 雖然會導致 重要任務的延遲 但是整體的 整體的執行時間是什麼 是縮短的 因為你不用按插一堆PenRT 我不用一天到晚去檢查 所以注意到 這個是在 Server的應用 這個是 預設的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說 在另外一個選項 就是講說 我能不能自願 去PenRT 多常在Desktop的應用就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 Kernel的任務 或者是一個User的任務 它自願被PenRT 好 只要自願被PenRT 一旦遇到這些PenRT 就這樣 就可以讓高優先的能力去強戰 反過來說如果你不自願被人家PenRT 那就不行 所以最重要 所以這個東西對這個 特定的情境 是可以改善它你的 重要任務的 反應期間或是響應期間 但是對服務部的衝擊是相對小的 因為它是自由的 自願 如果沒有特別去標的話 它就不是自願 你要邀愛我自願被人家PenRT 好 那如果是Convig PenRT 在做什麼事情說 我們讓剛剛的那個 PenRT的那個行為 不是自願式的 而是怎樣呢 而是呢 我可以 注意到這個 就是呢 我不需要去講這個 Kernel Call 一般來說什麼系統服裝這種東西 所以對我們來講呢 打開ConvigPenRT的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 多半的程式 在Kernel裡面的程式 都可以這樣 都可以被搶佔 所以你優先權 夠高的時候 即便我們現在 不是在User Space之前 但是我排進去之後 User Space 重要的任務被排進去之後 它可以去搶佔 多數的程式 當然會有些例外 比方說Kernel的安全 就是 就是 再什麼之外呢 比方說這個 Critical Section裡面 就是像這個 SpinDark啦 或者說特定的一個 特定的一個 Creation Disnable的情況下 但是注意到呢 這個東西對效能 就是我講的更正確的說法是 Rubu就會有影響 所以這樣 就會有影響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就是前面提到不是說RT Mutants 對 那這個請你去參照一下這個Linus 的文件 為了要能夠讓這個Linus 可以在 Linus 環境下執行 很多東西 本身行為要調整 比如說Mutex要轉換成RT Mutants 有支援Priority Inheritance Portical的一個機制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整個 Mutex也有很大的調整 第一個呢我們有個東西叫Futex Futex的全名叫做Path Userspace Mutex 故意是就是說 原本Mutex是 系統無教 所以 Mutex的Lock Mutex的Unlock Mutex的TryLock 除了誰這些東西 它原本都是 一個又一個的系統無教 所以變成說原本 要做Mutex Lock的時候 Mutex Unlock 或者Mutex TryLock 這系列的時候 我們都要從Userface 切換到Kernal Space 而且由Kernal Space 去搞定所有的Lock 乍聽之下不會有問題 但問題來 我剛剛不是提過 從User Space User Space 到Kernal Space 我由模式上轉換 而且系統呼叫本身 是怎樣 是同步的 我們一定要等到Kernal回來 User Space 能夠繼續 那 這個東西就是 一些 額外的實驗成本 所以有Futex存在就是 多數的情況下 我的Mutex Lock 是不需要切換到Kernal去做的 我在User Space 搭配特定的 Automic Instruction 就可以做到 Locking的機制 好 所以這個東西叫做 Fast User Space Mutex 它縮起叫Futex 好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所以事實上 你看到的這個Mutex 其實架構在Futex上 那Futex多半的情況下 是在User Space 執行的 它只有四個系統呼叫 所以你看 原本 完整版的Mutex 是要很多個系統呼叫的 但是Futex出現之後 我就把 Mutex界面還是有 但是它實作是用Futex做的 所以 Futex只對應到四個系統呼叫 所以以前是 好幾個系統呼叫 但我們現在只需要四個 稍微比對 原本是一大堆系統呼叫 然後現在變成Mutex四個 但是上層的行動還是一樣 有Mutex Lock Mutex Trilock Mutex Unlock 那當然 Mutex不是那麼單純 要Lock的東西可多了 也不是讓什麼HPU 要特別去考慮的 所以 RT Mutex又是在什麼 在Mutex的基礎上 在建構的更複雜的東西 考慮到Priority Intelligence的資源 所以注意到這個 這個東西是在2.6.18的時候被整合進來 除了這以外還有一個東西 什麼呢 HRT HRT這個東西很有意思 因為 一般來說 就是說 現代理解可以支援 高的進展度 注意看 1Microsecond 你說 不就是寫一個中段處理就好了 你寫個SR 就出列 中段發生的時候就SR 乍聽之下沒什麼問題 但你會想過一件事 如果你的Timer 真的是 1Microsecond的時候觸發 你看 你原本可能是 10個Mi Second 才觸發一次 Timer的中段 所以你看 原本是 10Mi Second 也就是10再乘以10的負三次檔 就像這個10個Mi Second的時間 那我把10個Mi Second的時間縮到1Microsecond 就意味著什麼 每過10的負六次方秒的時候 中段就出發 就跳到SR 請問你原本該做的那些刷選 你該做的那些事情會怎麼樣 就沒時間做了 永遠都是 做 做那個什麼 那些TIME的SR 就吃到飽 所以跟你做一些 我沒辦法做別的事 所以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HRT 就不能只是用常規的 ISR的想法去做 所以注意到 它把它改換 變換成什麼呢 變成這個On Demand 所以比方說 它的設計來講的話 HRT的設計 我們設計會是 One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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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r 那你可以查到這個相關資料 就是這個 它會有一種類型 就是OneShot 那當然就有OneShot跟 PT Article 就是反正說這個 看怎麼 看怎麼去規劃 所以比方說以這個 以這個例子來說的話 這個就很有趣的 所以比方說 你呢 要要要觸發這個 In Microship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HRT 然後 整件事有趣的地方在 不是反正走 我們的教材都放在網上 但是就是 有時候會有這種 設計上問題 好 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我們講這個Kerno的改進 然後 我們為了要支援這個精準度到 In Microship 所以我們不可能是 前面都是那種 周期性的 前面都是那種 中段出發 我跳到ISAP 這樣 所以變成說 這個Timing 就是我們現在是 設定 下一次要出發的時間 所以比方說 現在是什麼 是10秒 現在 就是我們現在的時間點 就是說 23點 10分 10秒 好 那我們就設定什麼 23點10分10秒 再加 1Microsecond 所以 10Microsecond 要起來 所以 他其實 他就one shot 就設定說 我在什麼時間點 要出發 所以你要思考 原本時間點 那我在這個時間點 加一個東西 就是原本時間點在這邊 我就加一個時間間 加10Microsecond 所以 這個時間點加到10Microsecond 一旦到達的時候 中段就出發 所以ISAP 大家會不會自信 但是呢 執行 就只有執行那一次 當然你可以再設定下一次的周期 所以注意到 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稱為叫 On Demand 的Timer 因為 它 被設定成 它就是one shot 出發一次 但是我ISAP可以再設定 下一次出發點 好 同理 我們如何在user space使用這麼精準的一個盤 其實是見過這樣的一個基礎 什麼基礎呢 就是說 比方說我要求去做nado sleep nado sleep 我需要睡的時間不是秒 單位不是秒 也不是microsecond 而是mesecond 12-9次半 所以你看它鏡頭度非常高的 當然多數的硬體是做不到那麼大鏡頭 但是可以做到1microsecond的一個 鏡頭 也是10的-6次半秒 這件事可以做得到 所以相當於什麼 我去睡一個時間 所以我就相當於 原本時間在這裡 好 我就設定我要在這個時間點 在原本這個時間再加上 10microsecond的那個鏡頭 我在這個時候要醒來 所以 我這個沒有識別相當於什麼 我在這個isr對應這個時間要break up 好 那繼續來講這個 cleanrt或者rtclean 注意到這兩個寫法 都能寫 但是一般來講 注意那個寫法 如果你要寫rt寫在前面的話 我們是rt-creant 那如果你要rt寫在後面的 叫什麼 creant的頂線 rt 所以 這是一個設定 好 所以如果說你把 上面這個page 就是因為目前還沒有merge 如果把這個page 施加到你的kernel tree 你的核心的數 那你就會多一個選項 叫做 cleanrt complete 底線 底線rt 除了這裡外 這還有分等級 除了這個上面這個題材以外 還有什麼 cleansova cura cura 這些額外就會出現 這邊有幾個人要值得去關注的 那目前rt的這個維護者是steven 這個 Steven這個人很有趣啦 你可以在YouTube搜尋他的名字 他講話非常風趣 他現在在vmware工作 那這個人我覺得 就 我覺得 科目開發者真的跟 很多對那個 尤其在台灣啊 對那個軟體工程師啊 或是說有這種 有才華的軟體工程師有種偏見 很多人覺得這種工程師性格 工程師性格的英文怎麼形 然後你自己想看有沒有這個詞 沒有這個詞啊 英文哪有什麼工程師性格這個 這個全部都是 莫名其妙的亂幻想 對工程師有偏見的幻想 工程師的存在就是解決問題 一個工程師之所以 有很大影響力 是說他除了解決眼前問題外 他可以解決 未來 多樣問題 當然不是每個問題都可以解決 但是說未來多樣的 甚至 甚至什麼呢 他可以讓 乍看沒有相關 但是可以觸類旁通 這就是一個偉大的一個工程師 就像 Steven就是這種人 但是他講話又很風趣 他在Winware工作 然後 他在更早之前是在Winware工作 他演員都很值得意境 很有啟發 然後 再來是這個 Thomas Thomas這個人 他是一家公司的老闆 就是叫 Nutronics Nutronics 你好像你可能沒有聽過 但是 這家公司對 Riotime Linus 對Kernel的底層 做很大的貢獻 然後 主要對 Linus的Riotime的貢獻 大概就這幾家公司 例如說 Rehella IBN OS ADL OS ADL 是一個菲尼組織在 德國 主要就是在強化Linus 在於工業控制的 能力 所以他們有一個 他有一個fund 不是funding 我講是 農場 fund 那 在這個computing farm裡面 有這種事情 就是 有很多電腦 那這個電腦 就是 無時不刻的跑 Linus 去測量 說 他的 Vorcer Cast Execution Time 最差 最差的 最糟的情況下的 指定時間 然後測延遲 測一些穩定性測試 就有很多廠商捐贈一些硬體 然後提供一些硬體設備 那你用Tranis 這家公司由 Thomas去領導 所以就改善Linus 在整個 的表現 改善Linus的一些 即時反應 或是說 像前面講的一些 Highless Solution Timer 之類的 讓Linus 用在工業控制 可以朝向 更專業一步 所以你會看到說 Linus Kernel 今天有趣的要是 今晚這裡有非常多貢獻 貢獻的 個人 貢獻的工程師 貢獻的廠商 但是 不是說公司大 貢獻就已經多 影響就一直這樣 這很難說 像Riotan來講的話 Linus的貢獻就會比IBM大 影響力就比較大 這完全取決於說 你的專業是能夠展現的 好 簡單來說 Linus的Real-Time Preemption 強調的是什麼 Real-Time Performance 我們要知道 Real-Time Performance 著重的地方是 像是什麼呢 像是我能不能降低重要任務的延期 我能不能降低 非必要的locking 注入這些這些問題 而不是講教的 輸入庫 所以這是兩盤的事 好 那目前的話就是像Intel架構啦 Unner架構啦 還有PowerPC 那特別提一下為什麼會有PowerPC呢 注意到這個PowerPC不是為了支援舊版的Mac 不是為了 做這意思 而是在電信的領域 PowerPC 用很廣泛 所以像電信商有很多都跑 還是還到今天為止 還是跑PowerPC 那這個電信商裡面就會有這個Linus的需求 然後也要跑這個 Rinus Rinus 好 那這邊呢 接下來澄清一些 議題 第一個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 我們講這個Linus 那就會有點迷失啦 就說有人會說這個輸入庫 就會整體的效果就會大幅提升 錯 這個事實上呢 如果你只講這個輸入庫的話呢 如果你講輸入庫的話 其實它是這樣 它是變差的 你會看到 這邊有個degrade 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說這個用了Linus 之後延遲就會縮減 這一次錯了 它不是全錯 它是 好多地方錯 我們今天降低的延遲 是最大的延遲 而不是 average的延遲 其實平均的延遲 是增加的 這當然簡單嘛 因為你需要按插什麼 creation point 你在做系統顧教的時候要 要做很多 必要的檢查啦 你要做很多事的時候都要考慮到 有沒有重要任務要要搶上我目前 所以注意到 不是 降低延遲 而是降低最大的延遲 所以你很可能會得到說 我的平均的 就是如果你把延遲的分布 做足夠多的實驗 延遲分布 Average 其實是 你原本 沒有 沒有打開 Beautype Reaction 的 Linus 核心比起來的 它的平均延遲有可能是略大 但是它的 最大的延遲是大幅的縮減 所以注意到我們今天講 realtime preemption 終極的目標 是讓整體系統 是可預測的 然後行為是 Determate 就是 生來就該如此 就是這樣 不會有很多不確定性 所存在 好 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說 這邊會有些影響 第一個就是說 整個 realtime的東西 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完整的整合 當然這件事是有改變 我剛才一開始有跟大家提 這個 由 Steven 他領導的 PainRT的 應該說 Stable RT kernel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講一下 StableRT kernel 這個團隊 那 這些修改 雖然還沒有 整合到這個 MainRT kernel 但是不要 但是不要灰心 在今年 重要一點 有可能今年就會 整合到這個 MainRT kernel 但是在MainRT kernel之前 就是要 比較麻煩 你需要 施加不同的patch 你要 可能要去解決一些 衝突問題 甚至來一些 來自裝置 虛用程式 來自檔案系統 一些不相同 一些 一些狀況 然後除了這以外 其實 kernel還是有很多東西 它本質上是沒有 是沒有保 沒有保證的延遲 比方說記憶體配置 多數是很快 但是沒有辦法保證 它就在什麼時間內 一定會完成 所以就這樣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衝擊 那我們今天講Ryotime 不是只有 kernel變Ryotime 整體就會Ryotime 不是 我要從 kernel 到UserSpace 的Library Renwork Patch 一路都要等 把這些意義體群抗進去 然後再次說 因為 kernel 比方說像剛才講RT Intest 或者說 Thready IRQ 這些東西 其實它對 kernel 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調整 所以 事實上 不再 Binary compatible 只有 compatible 頂多只有 Source code compatible 但是 Binary 合成是不 compatible 那這個人家特別注意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什麼機器管理 好 還有發生說這個 一件Luck 那我們之前在講那個 像RCU 講那個 像那個SpinLuck 有稍微提過這個問題 所以這件事呢 其實 都需要考慮進去 我們既要有 好的Skepity 但是我們也要 要去強化Ryotime 表現 也就是說 我們要想辦法去 降低重要任務 的延遲 所以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有好多的因素 在相互角力 相互拉鋸 但是 這就是Linus 的地方 Linus 總是可以找到一個平衡 它的平衡 也許不是最好的均衡 注意到 Linus的一些 很多行為 不管是我們講 Fruku 我們講 Latency 講Ryotime的表現 往往是比很多商業作用差很多的 不是差一點 也是差很多的 但是 平均而言 Linus 找到一個相對好的平衡 這是Linus 很可貴的 各位可以在Linus核心可以學到蠻多一帖 這 換個條件是我們為什麼有這個講座 考量點 好 那我們 繼續來探討 PrinRT 所以這個PrinRT來講的話 注意到 就是說 它的 核心概念很單純 它讓原本不能 PrinRT 因為原本 只有在User Space 是導致什麼平衡的 在Kernel Space很多時候是不能PrinRT 然後想辦法 幾乎把大部分的時間點 都可以 大部分的區域都可以 允許PrinRT 所以大家注意到這個 讓作業形容本身 尤其在科朵內 盡可能 可以PrinRT 就是 幾乎是唯一的例外 除非你 硬性規範 我這一段程式碼就是不能PrinRT 或是我硬要去規範說 我就是 在某一小段程式碼 某一小段程式碼的範圍 就是這樣 不允許發生中斷 但是這樣的程式 以前這種程式碼是很多的 到處都有 像以前寫那個 20年前寫DWine Driver 就到處再加這個 Interval Design 不過後來這些程碼都被丟掉了 被封裝成 SpinRT SpinRT也被封裝成更高層次的東西 好 然後再來什麼呢 再來是說 原本的IRQ Interval Context 執行它就是一個最崇高的存在 就是說 原本不管做什麼任務 總能中間發生 然後我挑到ISR 我做這個Interval Context 沒有辦法被其他任務搶在 但是呢 在這個 PrintRT來講的話 就把這個IRQ的轉換成 把它變成IRQ的執行 就像是Country 而且這個東西是可以這樣 可以排成的 可以貢先全 再來是這個 這件事很有趣 SpinRT 我們之前在講這個 講Linux核心設計講座的時候呢 我們有跟大家介紹什麼 介紹這個 介紹同步機制 有介紹SpinDark 也介紹RQ 的時候 都已經跟大家提過什麼 都已經跟大家提過這個像SpinDark 還有或是這樣的一個 SquentialDark 這樣的一個 特化的一個SpinDark 或者什麼 QSpinDark 我們那時候有講很多這種 SpinDark 但是呢 在PrintRT來講很好玩 這些SpinDark 會轉換成什麼 Nutex 所以你沒有看到這句話 它很酷很炫 通常會突然走過來 所以我們應該知道一件事 在一定的客人來講 SpinDark是一個很基礎的一種 一種同步機制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來 實作什麼呢 實作這些 對Questation 資源的保護 好 可是呢 在原本的SpinDark 的實作是怎麼做呢 它涉及到 Disable Interrupt 一旦發生Disable Interrupt 還記得前面講過 一旦你做Disable Interrupt 你就會讓什麼 從ISR執行的時間被拖延 然後就變成Pending Interrupt 所以在Linus kernel Kernel要邁向HarioTime 就希望Kernel幾乎不會有Disable Interrupt 所以注意到 原本的SpinDark實作就是Disable Interrupt 但是我就把它變成了 不再Disable Interrupt 所以注意到 而且允許做Reemption 這件事 所以你想 以前SpinDark存在是幹嘛 去保護我的Questation 去好在那期間做什麼事 不會被人家打斷 就是我對資源的保護 好像是我有那種資源競爭的問題 但是為了要 讓延遲的時間大幅輸短 所以 這件事很有趣 就是以前是Disable Interrupt 然後也不允許Preemption 但是我們現在怎樣 我的Interrupt還是得會發生 所以我們執行到Spinux的時候 Interrupt還是會發生 而且 Preemption也會發生 那新的Interrupt發生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 目前狀態被破壞的問題 有可能 所以要付出額外代價 去管理這些Interrupt context 但是一旦這個基礎建設做完之後 就很有趣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今天 SpinDark存在 是在整個Questation 去保護這些共享資源 好 那我們把SpinDark轉換成Mutex 不會改變 保護共享資源的本質 但是呢 卻提升了 高優先全路去搶佔其他任務的 反應時間 反應表現 換個條件講 高優先全路 被拖延時間就大幅縮減 因為以前很多是來自SpinDark啦 來自 DisableIntra 所導致的那些因素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Linz kernel發展 就像畫面這樣 最早呢 它是 沒辦法做 Kernal Space 的 Preemption 所以 就是一開始都沒有 Kernal Preemption 所以 就是假的 紅色這不是很重要的 那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綠色部分是重要的 然後 所以看到 重要任務呢 它其實很 很悲劇的 就這個時候 你看 原本不是很重要的任務執行 然後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很緊急的一個 Urgent Interrupt 發生 Urgent Interrupt 它對應的 Handroid 就一定什麼 一定是Urgent 對不對 為什麼要有一個Handroid 就是來做事的 可是悲劇的地方是什麼呢 剛好在這個時候遇到Quickle Session 在 之前Quickle Session實作 是Disable Interrupt 所以當它Disable Interrupt 我當然知道 我當然我的ISR的執行就被拖延了 所以就這樣 這是原本的事情 好 那後來呢 就安插 Preemption Point 對面 安插好多的Preemption Point 去檢查 該不該 讓更重要的任務去執行 所以我這個 Urgent Interrupt 發生了 但是我因為安插很多 Preemption Point 所以我可以在 相對早時去發生 所以你看 原本的延遲時間 是這麼長 甚至有可能更長 因為完全取決於 Quickle Session 待多久 好 但是呢 在新的這個設計來講話 比較有趣的地方 是什麼 在Preemption 的設計來講 即便 有Quickle Session 但是呢 我還是可以去搶戰 所以注意到 所以呢這個延遲時間大幅縮減 然後最重要是什麼 這個新的變成Deterministic 好 所以我們繼續來看這方面的對比 所以原本的東西是這樣 就是說呢 我原本呢 在ColonSpace 有什麼 Colon3 這邊都是Colon3 或者TestIt 反正就是 這些 任務執行 然後呢 再次有優勢Space的任務 好 那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IRQ 這邊是IRQ的context 就是 上面是IRQcontext 下面是什麼 Botent Health Bar Soft IRQ 好 那這些東西是 這些英特爾執行是凌駕於什麼 凌駕於 你所有的conflate 凌駕於所有userspace 形式之上 好 所以注意到 所以這個是一個怎麼 只要這邊的執行時間拖延的 我所有的重要任務就更能拖延 對吧 因為你優勢你在搞 我是沒辦法搶這個 這個是 這是一個 至高無上的存在 可是呢 一旦我們把這個 中斷處理轉換成 Colon3 之後呢就很有趣 你看這個 你各式各樣的中斷處理 不管是處理什麼網路的中斷 處理各式各樣的中斷 不管 它就自己Colon3 所以 它這個Colon3就會有優先權 然後 我們呢就有可能 就讓個高優先的任務去 去搶戰 相對比較低優先的任務 所以變成說我userspace有個重要的任務 比較多這裡 有個任務 那我就有機會去搶戰 Intel Handler 當然 Intel Handler裡面呢會有個比較特別 有個東西叫 No Delay 這個東西很特別 No Delay的Intel Handler 它在講什麼呢 它不是說 不是說 這個No Delay這個很難玩 它是說 因為 這些Intel Handler原本 原本它是 這種自高無上的執行 對吧 就是說再多的Colon3 再多的User Space 優先權在高 反正我不管你 反正我就是自高無上的存在 那可是呢 因為我們把這個 IRQ 注意到我剛剛都講過了 我們把IRQ轉換成一個什麼 轉換成 可以排成的Colon3 所以它也可以被 被搶佔 所以你看到 這是 這邊的IRQ 這邊就可以講 有可能會被搶佔 然後 上面呢 有一種類型是不會被搶佔的 比方說Timer 我們不會希望Timer的LinRub被搶佔 因為一旦TimerLinRub被搶佔 就會發生什麼事 會發生這個 很複雜的狀況 所以注意到 我們這邊標述說No Delay 的Interrupt 一般來說主要就是為了Timer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独白Driver 但是扣掉Timer 或者說 極少數特別情況下 在PreneurT的独態下 就可以做到 Interrupt Context 也可以被搶佔 這是一個 非常重大的突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什麼事情呢 這件事就涉及到 整個 中段行為的變更 所以比方說像這個 原本的Spinuck 還有原本的Local IRQ Save 都會去Disable Interrupt 但是在PreneurT來講 不再 Disable Interrupt 所以注意到這個 然後呢 原本Spinuck也會去 會Disable Preemption 但是這個東西也不再這樣 不再Disable 所以 從換言之 在新的Spinuck 會轉換成Mutex 而且這個Mutex 是允許 Indra的自行 允許 所以注意到這個 好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這個 剛才不是講的 No Delay 那這個No Delay的話呢 就是說 在特定的情況 在 特別的情況下 像這個Timer這東西 太特別了 不能隨便被搶佔 所以它就會 就會有一個 弱系列 就是說 有Spinuck 最大這邊Spinuck 是 跟過去的Spinuck的行為 是大相近的 過去的Spinuck也會Disable Interrupt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想要Disable Interrupt怎麼辦呢 可以這樣寫 Rule Spinuck 那在這邊就可以去Disable 這個 Interrupt處理 然後再來是會有設定一個No Delay 好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就是 不管Sanfon也好啦 你的 Nutex也好 然後當然Spinuck也轉換成Nutex 所以我們這邊寫 這邊寫Spinuck 一直都在寫這個 Nutex 反正這些東西都支援 Pi-22T-Inversion 這樣才能夠避免 Pi-22T-Inversion 所以注意到這個 轉變 休息一下 好 那我們繼續來探討 就是在Intra的這個變更 然後 所以可以看到說 談到目前為止 其實 你不難發現說 在Player RT的世界裡面 整個中斷 整個同步機制的行為有很大的差異 像以前在 我講的是比較久了 20年前那時候在寫Device Zero的時候 很多時候Spinuck就是一個無腦的用法 對不對 比方說Disable Interrupt 跟Spinuck有時候網路使用不出來 因為 這個其實是什麼 一種篩費 所謂的副作用 所以就 東西理所當然 那後來這個東西變得多核的時候 就這樣 數字變多核的時候 很多原本的程序就要打翻特翻 然後注意到 進入Print RT的世界 對不起 這東西又再翻一次 因為整個 Kernel API 的 語意 所謂的Symmetric 就完全不同 這個東西就會涉及到什麼 行為就改變了 所以在整個 Driver model 以外Driver的行為 當然會跟著改 好 我們再繼續探討這個Threaded Interrupt 所以呢 從Threaded Interrupt 這個 這樣的一個特徵打開的時候 所有的 Interrupt Handler 如果沒有特別去指定是 No Delay 最大好 No Delay是特別的 簡單說 No Delay這東西是 相容於什麼 舊的 舊的 Handler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去聲明說你是No Delay的話 那就會 就會轉換成什麼 Threaded IRQ 那Threaded IRQ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執行就是一般的 Combrate 所以它有 不同的有限權 沒有 沒有特別寫的時候是 50 然後呢 這個東西用到完了 所以Inno Delay其實是這樣 它會做很少 做很小的事 然後呢 就把特定那個 Vaga 然後 所以 就趕快做某件事 然後把真正要做的 Vaga 所以Vaga的過程中呢 會有什麼更高優秀的任務去搶戰 結果成功 那搶戰成功的話 你原本要Vaga的這個Rate 就知道怎樣 拖延 所以就用這件事來讓 這個重要任務的延遲聲 縮減 所以這是一個 這個想法 然後換個角度想呢 我們的spinark 也變成說是sliping 注意到 我們今天講一個東西 是sliping 意味著 意味著 可以切換的 在原本的spinark 它是怎樣 第一 不能 不能 就是 第一個 在原本的spinark 是disable interrupt 而且呢 是disable Disable preemption 但是 因為我們這個行為 已經翻天覆地的變更了 所以 一旦呢 從這個spinark 轉換成mutex的時候 就意味著 它的這個 實作來講 變得sliping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這個spinark 這個過程中 spinlock spin的lock 跟spin的unlock 過程中 有可能會這樣 會有context 就會發生 好 所以注意到 這個 這樣的一個衝擊 好 那這個東西當然對這個 向起敵外摘尾的人 或者說 設計file system 就有很大的 因素 很大的這個考量 就不像說 要怎麼確保這個資料的一致 確保這個 共享資料正確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行為 所以如果說假設有個任務 它是 Task 1 它是高優先學生 所以高優先的任務執行 但是 在原本 Vanilla Vanilla就是香草那個字 然後 什麼叫Vanilla kernel 你當然可以翻譯成這個香草 kernel 不過香草 kernel聽起來怪怪的 這邊講Vanilla kernel是 預設的 kernel主態 所以主要 這個為什麼它是預設 kernel主態 你看你去吃冰淇淋 冰淇淋預設給你什麼 香草口味 所以你不講的話呢 你去買冰淇淋 原來就給你香草 所以我們就 在Vanilla kernel來講 這個Vanilla就是講這個 預設主態 所以你看 在預設主態裡面好玩的地方是 你的優先權就算再高 發生中斷的時候呢 對不起你的任務就是 沒辦法執行 因為 在預設主態上 這個 Intra執行呢 它是 高於任何事情 所以 這個IntraHindler執行越久 你的等待就越久 那高優先權任務的延遲 所以latency拉得很長的 所以latency拉得這麼長的 然後呢 如果我們做Threaded IRQ 也就是 就是把這個ISR當作Kermus Thread來執行的話 這件事好玩 你看 我重要任務Task1在這裡 高英雄任務在這裡 好 那IRQ就是中段發生的時候 IRQ去執行 好 所以我執行一小段 然後接著呢 我真正的那個 IntraHandler 是在這個部分 我要vacar 但是vacar的時候發現什麼 我要把這個後半都 vacar的時候呢 發現什麼 我的這個 高優先任務的 優先權是比這個 IntraHandler來得高的 所以主要 在這個 Threaded IRQ的世界裡面 IntraHandler是有優先權的 那因為這個優先權夠高 所以你看 我雖然中段發生 但是我很快 又可以繼續執行 所以我們的延遲是什麼 是從原本這麼長 打不順 你看這邊來 那看一下圖示 這邊底下的示意圖 那底下這個示意圖要講什麼呢 就是說你看 這個 這個設計 原本呢 你看 在這個 在 一開始 就是 就是 你看到這個 這個示意圖 就是 你可能 不是很清楚 但你也看得出來 是 是這樣的 就是說 我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在做什麼 在做真正的 IRQ Context 但是很快呢 這個 高優先權物 又可以執行 好 所以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如果真的 把程式 就是 Intra Handler裡面 安插一些 GPI 或者 PIN角 讓它可以去 拉示波器 就是 高出示波器 說我真的在執行 那你會發現說 這邊是 Intra的Handler執行 但是在這之前的黑色區 是什麼 是高優先權能力 那反過來說呢 如果你的 你的 系統不是長這樣 你在這個 Intra的Handler 你把它那個 執行的時間 都去 標注出來 那你會發現說 高優先權能力 就被 拖延 所以你可以在那邊看到 用示波器看到它的 顯著的差異 好 那所以 換個角度想 換個角度想 這個 Kernel 幾乎 絕大多數的 Kernel Space 程式都是什麼 都是pre-endable 注意到這個電池 這個很重要 然後 更換個角度想 因為 Intra Context 不再是一個 神聖不可侵犯的程式 它有可能這樣 它會被拖延 所以意味著什麼 這個 Intra 它的Handler 執行的時間 你可以自己去 決定 這個由軟體去 去排 重新排成 然後 那當然 寫程式就比較麻煩 就是說你 在這個 JUST設定優先權 然後 一邊就很多啦 Intra Handler Slow IRQ 就 Bundle Health的部分 然後 還有說跟其他的優先權的什麼 其他的 Kernel Flay 這個必要優先設定 也要去做 好 那當然你的 你的六二碳任務呢 這當然也要做必要的設定 好 接著我們要講一個議題 叫做 Timer Frequency 這在講這個什麼 在講一個 計時器的解析度 這個解析度呢 跟我們 之後會講這個 HRT High Resolution Timer 用那個Resolution來解釋這個 觀點 在過往呢 Linux Code依賴一個東西叫HD 那這個HD很有趣啊 就是說 在過去的Timer Introduct 是比方說 假設我是每10 ms去執行一次 那我們就可以算 10ms 10乘以10的-3次方 也就是10的-2次方 那 這個是 這個什麼 這個是周期 那周期的導數叫什麼 周期的導數就是頻率 所以 剛才不是 10的-2次方 那我們就幹嘛呢 就是來取導數 那取導數不知道什麼 就得到100 所以它的頻率就是100Hz 那所以 在之前的科隆的設定是這樣 比方說可以設定 100Hz 到1000Hz 就是完全取決你的 硬結阻礙 比方說你就可以找一下 Hz 好 那你看這個東西很好玩 好 那你看喔 至少我在我這台電腦上 這個好玩喔 你看 他們這個怎麼 100Hz 你可以找100 诶 的確有這個選項 但這個選項沒有被開著 同樣 也有一個選項是1000 還有一個選項是300 你發現好玩喔 在我這台電腦上 明明就有這些選項在那邊有開 那這次有開的東西在哪裡呢 這次有開的東西在 在這裡 所以開一個東西是什麼 是開250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來選這個 就是比方說從100到1000 那你有那麼多選項 但是我們這邊選什麼 選那個250 好 然後呢 這 所以從100Hz 到1000Hz 就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解析度改變 以100Hz來講的話呢 我的解析度呢 是10ms 就是我的這個周期是10ms 那如果說你今天把它提升 注意到我們用詞叫提升 你把 頻率提升從100Hz提升到1000Hz的時候呢 意味著什麼呢 一個周期 就說起來 1ms 那千萬不要小看這件事 10ms到1ms 顯然它是差10倍 但是它對整個 程式的什麼 叫做 Responsiveness 就是整個系統的回應 系統的響應能力 是會有一個巨大的突破 這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個示意圖 比方說呢 如果你設定你的頻率是 你的time frequency 是100 100 剛剛不是有討論過嗎 其它對應到什麼 10ms ms 所以變成說呢 其實你 是每10ms 做一個單位 所以你看到這邊 10ms 那這邊是10ms 再10ms 比20 那這時候好玩呢 那請問 15 我能不能認得出來 15顯然大於什麼 大於10 因為我每個單位都是10ms 可是呢 這個15顯然是小於20 可 麻煩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一次的單位是10 所以我夾在中間 我只好怎麼樣 把它認定成20 所以你看 Timer frequency 越高的話呢 表示你的精準度可以越高 所以比方說 假設你這些設定是 設定成這個 1000Hz 所以1000Hz來講 我每一格呢 就不是 10ms 每一格是 1ms 所以我可以精準的去定出 15ms 好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過去的時間 對不起 不管是 這一次很尷尬 不管是15還是20 都不阿等定成20 為什麼 因為我的 resolution不夠 但是一旦你的resolution增加的時候 不是增加 resolution提升的時候 注意要增加跟提升的意思不太一樣 這個是提升 提升這個 resolution的時候 我就有把區分15跟20ms 就意味著什麼 如果你要要求睡覺 這才會睡得準 在目前的case來講 睡不準 我睡15ms 這跟睡20ms 意思一樣 這個怎樣 就會心理上落差 然後再搭配前面講這個 HRT 我們前面有講過 講HRT的時候 我就講到說 這個是什麼 是一種 One shot 他們 所以 比方說我要去睡 1nosecond 就意味著說 我一開始去設定 設定說 我要在 目前時間加上一個 時間間隔之後要怎麼 回港 然後 但是 其實硬體的時間 硬體的精準度 其實只有到 1microsecond 那當然這要看 看系統設計 有些系統來講話 像你可能知道 像那個 一些 鐵道系統 像美國的那個鐵道系統 它裡面的那個鐵道 為了要 為了讓這個列車 還有它的一些 相關操作是 符合預期 甚至需要原子中 原子中就可以保證做到 Nel second 10的負9次方等級的精準度 但是 但是特例 好 那為什麼名字要用 Nel second 這個東西很有趣 當年在 規範那個 帕斯規範 這部分的帕斯規範其實一直 拖到1995年之後才能規範 但是其實那時候人們就有這種需求 就是說去 就像它預留這樣彈性 所以 雖然 API叫做 Nel second step 但是多半它的精準度只有到 In microsecond 差不多只有這種這種精準度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個程式要怎麼去開發 這個程式有開發很好玩 來看 稍微看一下這個東西 好 第一個就是 它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 你先來看這個思議圖 如果你寫程式這樣 就是說 我 寫程式 我先 我先sleep 1min second 好 然後做某件事 然後做完某件事再睡覺 1min second 然後再 再做某件事再睡覺 做某件事再睡覺 好 那我可不可以說 我每 1min second做一件事 好再講一次 如果你是先睡滿 1min second 然後起來做事 那起來做完事呢 再睡滿1min second 然後再做事 那再 睡滿 1min second 再做事 好 所以你看到 如果我們要去看那個 任務周期來講的話呢 其實它的周期是多少呢 一次任務的時間是 從這邊開始 到這邊結束 好 從這邊開始到這邊結束 好 所以 上面這張圖呢 我們嚴格來說 不能講 每1min second做一個任務 不行 但是下面這張圖就不一樣 你看下面這張圖跟老闆 我的任務呢 有時候會長 時間會稍微略長 有時候會 短 所以有很多因素嘛 好像是Cache啦 或是什麼 像那個 像是PageFold 這樣的一個因素會考慮 或是MNU 這些 都會怎樣 都會考慮進來 但是呢 我不管我的任務 時間長 時間長或短 反正呢 我的 時間的Quota 就是 這邊的一個 時間的配合 就是1min second 所以 我實際上 10匹的時間是什麼 是 1min second減下 這個 我們的任務的時間 所以 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說 我每 1min second 做 周期性任務 上面這張圖不能這樣講 為什麼 因為上面這張圖來講的話呢 它實際上它的周期 是從這裡到這裡 這是一個周期 那通理 這裡到這裡也是周期 因為 左邊的周期跟右邊的周期不同 對不對 顯然嘛 顯然因為這取決於 做事情的 跟行為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Nano second的語意也改變了 它的Semitic也改變了 以前我們 我們睡覺是怎麼睡 比方說Sniper的音語 對不對 咦 咦 漂亮 對 我以前是 我以前是說我睡覺睡一個免數 但是你可以看到 Nano second的這個設計就很有趣啦 Nano second的那個參數就差很多啦 Clock nano second的 它其實就 1 2 3 4 就是竟然有4個argument 大家可以看這個字 Sleep 只有一個argument 就是你想睡多久 但是呢 如果你找 Cluck Nano Sleep 這件事好玩就發生了 還有 1 2 3 4 竟然有4個長期 那 逐項跟大家介紹 第一個東西有個Cluck ID 相當於指定呢 我可以用不同的來源 那這邊來源呢 有個東西叫 Monotonic Monotonic 就是 你在學數學的時候會看到什麼 單調地震 單調地減 那個單調就是這個 Monotonic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呢 就是顯然的這個就叫什麼 單調地震的 單調地震的Clark 那所以我就這邊就指定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時鐘 那個時鐘很好 是單調地震的 也就是說呢 這個數字只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它不會變少 所以我就是先記某個值 它是 某個值 然後這邊來講的話 執行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呢 這個數值已經怎樣 比上面的值 越大 因為這個值 單調地震 好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我底下可以給不同的Flag 比方說張喵家 Flag有很多了 這個呢 有什麼呢 然後 這個 我 那我就可以指定不同的Flag啦 比方說我要去指定說我的 相對於 就是我要 我要怎麼去計算 計算這個時間 因為 一個 這個 userspace的任務被執行的時候呢 它所執行的時間並不是整個時間 它只是 virtual time 因為 雖然我的中段 我 timing突然會發生 但是 userspace的程式它不會總是 時刻都在執行 然後這個 我平常有taska 有可能task執行到一半 切到taskb Taskb執行到一半可能會跳到cernal cernal做一做可能又跳回到a 所以最大 在userspace看到時間往往怎樣 都是被拖延的 所以比它 真正執行的時間略長 甚至有可能會 差很多 那這邊來講的話就是說 我們去指定一個什麼 一個 一個絕對的實踐 去做這個 那當然有不同的寫法 比方說這個 比方說有這個什麼 就是什麼little time的這個 好 然後在 第三個參數 來看一下第三個參數 第三個參數呢 就是一個request 這個東西很好玩 這個東西很好玩 這個request是什麼呢 我 我原本一個舊的時間 在這裡 我先記在這個time號 然後呢 我們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把時間 增加了 我們增加一個時間進步 那如果這個時間進步 你可以看到這個時間進步 這個時間進步寫來什麼 就是多 1ms 為什麼它多1ms 從這邊開始算 來這個值 好注意到 nale sleepers要睡多久 還有它的單位 注意到這個單位 它的單位呢 是 在這裡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timespec 好 這個timespec好玩啊 timespec就有兩個member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seq 一個是nale seq 所以知道 這個seq是這麼大的東西 這麼多位的東西 但是呢 我們的這個間隔 我們預期的間隔是 1ms 所以1ms 是10的-3次方 然後nale seq是10的-9次方 那中間差了多少倍呢 就是10的-6次方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2 10 100 100 100 好所以這邊就寫來什麼 寫來是100萬 所以這邊100萬 就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 10的-6次方 好所以我們就是 起 就是 希望 可以 可以這樣 睡到這個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可以 可以起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間去設定 我們在這個時間去設定 下次要怎麼說vaga 那下次vaga的時候呢 我就做特定的事情 做特定的事情 那如果不做的話 就把它睡吧 睡到下一次發生 所以注意到呢 底下這個機制 才是真正的 精準的一個什麼 pre-article Task 好所以注意到 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思維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終於來可以切換到台灣 台灣這個 魚肉碳的議題 所以我們可以不難發現 其實我們講 魚肉碳的 像是把我們過去所學啊 寫到的這個 process啦 thread啦 記憶體管理啦 然後不然說這個 一些什麼 例外處理機制啦 然後這個 MNU啦 這些這些 我們像是把這個東西 融會貫通 然後找出 過程中的一些缺陷 探索裡面哪些東西是不足的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好 那我們今天探討這個 這個所謂的 六二探索 我們就要 居然是正在想很多的議題 然後我們也重新把這個 跟什麼東西 重新思考 在 第一版的units 就有一個 很經典的系統 叫 Folk 那Folk這個系統 太經典了 Folk來做什麼事 我們來 東西下 遇到 找了說要加2 是系統 不叫了 Folk 因為 也有另外一個Folk 沒有狀 Polk裡面有一個Folk 所以反正中是 1加2 不要搞錯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Folk在做什麼事情 其實就是說 它去改變了這個 資訊流程 以前資訊流程是 一條線 對不對 就是說 第1道指令 第2道指令 第3道指令 第4道 或者第1個方式 第1個敘述 第2個敘述 第3個敘述 第4個敘述 依據一個給定的順序 當然中間會有些回圈 反正它有一個 給定的順序 但是Folk 做一個很特別 有了Folk之後 就像叉子一樣 它不是就算叉子 它就是 希望變成叉子 所以就兵分兩路 Folk 就會有什麼 有Pattern 跟Chart 一個 一個 父的行程 父親的行程 或者母親行程 另外一個就是孩子行程 就是兵分兩路 所以這個東西拿完了 這個Folk是這個東西 它是沒有 參數的 然後乍看之下 好像是一個回圈子 對吧 就是一個PIDT 它本質上就是一個整數 但是它其實是會 Ruturn兩次的 為什麼Ruturn兩次 因為 一個是在 Trial process Ruturn 一個是在 Pattern process Ruturn 這個是Folk在做事 你先去 去複習一下 Linus核心設計 裡面講這個Process 也有提到這個Folk 除了提到Folk以外 還提到另外一個系統 叫做Clone 所以請你 如果你對這個流行 忘了 請回去 複習一下這個 Linus核心設計裡面 不只是 執行單元的Process 好 那所以注意到這個Folk 是一個非常經典的 一個系統 但是呢 它背後涉及的意義可複雜了 第一個呢 涉及到一個 Edge space 的一個轉換 在Folk原本的意義呢 它確保說呢 我Folk出來的 可以直接 Tril process 跟Param 它的Edge space 是獨立的 所以我們為了要營造出獨立的Edge space 這樣一個要求 所以我們勢必要幹嘛 要對MNU做設定 那MNU做設定呢 就麻煩你剛剛前面有聽過嘛 這件事不是Detomist 這完全取決於說當下的狀態 完全取決於說 有多少Patch Physical Patch 然後PPM 然後直接一直要怎麼去對應好 如果你對這方面 不是不能熟的話 去找一本 探討這個計算機組織結構 然後講這個MNU的 講這個Page table 然後怎麼Page table 怎麼 可以作為worker 在做的事情 那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說一個 Folk的時候呢 其實真的很多東西要考慮到 就是 它會 會有一個 有一個 Edge space 然後還有 另一個 包含程式碼部分 包含資料部分 包含它的Stake Hip 還有共享的這些 直接韓式庫 好 然後這個是 Folk 那另外的東西是 Thread 那Fread來講的話呢 在Linux來講 是用了很曖昧的方式去載 這個之前有跟大家解釋過 簡單來說呢 Linux上的這個 不管是 Process 跟Fread來講的話呢 其實它就有 一樣 它可以 用同一個系統 做出來 用這個 好 好 所以你看 這個東西好玩 它明明就是 Create a child process 可是好玩的那樣是什麼呢 你在這個man page裡面找Fread 它也可以 你看 這個 另外一個用途是什麼 是來實作 Sread 所以它跟 正 常 或者不要說正常 常見的Process 有很大差別人來 常見的Process Parent跟Child Eldry Space 是獨立的 但是呢 如果你讓 Parent Parent跟Child 共享 Eldry Space 的話 那它就瞬間變成 Red 所以你看 我們為什麼講說這個 Linux的始作很 Ibane 因為在很多作業的 不然說Windows 會很嚴格的去區分 Process 或是這個 Thread 但是在這個 Linux 很暧昧的 沒有特別區分 那這樣也是有好處 有很多程式可以共用 在很多這個 系統呼叫就可以做到 一打多 像可用這個系統呼叫 這可厲害 你看再重新看一次它的參數 它參數可多了 1 2 3 對 然後後面點點點可以自己加 所以這個 這個空面 而且還有跟版本有關 後面還可以加 加一大堆 那注意到這個東西是一個 原始的系統呼叫 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由Linux特有的 它不是Parsis的標準 它的存在 就是Linux 為了要什麼 要管理 Parsis的建立 或是 介於這兩者 這個 資源分配 那這個東西對Linux特有衝擊的難 因為 這些時間 這些執行時間 這些管理 這些 行為上 其實都往往之後 我們不能 一起的 所以 這件事的 衝擊在哪呢 來看一下這個 衝擊 這件事的衝擊對Kernel衝擊在哪裡 就是因為 我們事實上 這個 以Python的觀點來講話 一開始的 Rate 或是 一開始的Parsis 其實它沒有什麼特別的差略 就是在一個 在一個這個 給定的EdgeSpace上 如果說你的 執行單元是 共享EdgeSpace 它就從Pars變換去 變成一個Thread 那如果說你的 一個EdgeSpace 裡面只有一個Thread 那就是原本的Pars是有一點 這個沒有什麼大問題 注意到這個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真正的問題出在哪裡 真正的問題出在 我們過程中無可避免 就涉及到什麼 Dupicates 還記得剛剛講那個 講那個 對不對 來講Dupicate 就是說 所以Folk在做的時候 你還是說什麼 Dupicating Dupicating這個 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翻譯成複製 就是 英文多字 講起來不太一樣 Dupicate Copy 但是在中文來講翻譯 就是相似的意思 複製 建立一個副本 好 那問題來 建立一個副本 要不要時間 廢話當然要時間 對吧 你不是Folk然後瞬間就發生 所以 Folk這個系統互交 其實它是有代價的 他要搞定 Address-based的設定 所以這要跟 MNU打交道 然後我們要建立一個副本 所以4B 是會有時間差 有沒有可能在做這件事的過程中 導致一些不可一切的情況 因為我們沒辦法保證這件事 多久內一定會完成 換言之 Folk本身它是屬於什麼 Nangitom Ministik 的系統互交 所以這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 我們做這個 Folk 其實它沒辦法保證 它的指定時間 那 很多時候它可能會很快 但是也有 在特殊情況下可能會很慢 這就對這個六月潭系統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休息一下 好 所以我們也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Folk這個代價其實蠻大的好 當然在整個作業系統的設計來講的話 事實上會有一些技巧 這個技巧就是 Copy Online 因為要完整的去Dubicate 完整的去建立一個Pattern的副本 也就是說 Char process已經來到 這個執行的門 就從你的 Pattern process 的副本 但是往往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Pattern跟Char 往往很多東西 都是共同的啦 包括很多程式碼 是共同的啦 它差別的往往是 特地執行 特地執行 那有沒有辦法說呢 我 沒有改動的話 就用原本 原本Pattern 然後如果改動的話 就是有什麼 建立的 額外的副本 這個做法叫做Copy Online 那縮起叫做COW COW是一個很有效的技巧 但是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麻煩的地方就是 一樣 你還是會付出一個代價 就在於 Copy Online 真正發 真正 花費的時間 是不肯定的 這個東西再講一次 這就是創造什麼 Non-departmentic 好 然後呢 如果我們如何去降低這方面的衝擊 好就是這個東西就是 Demand Page 你要付一下 MNU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Demand Page 注意到呢 Demand Page 一直都成為代價 那Linux 有一個 一個 治標 注意到這不是治本 這叫治本 是非常困難 但是一個治標的方法 治標方法是什麼呢 我把特定的這個區特定的位置 把它Lock在機體 所以我們希望說 盡可能不要去提款 注意到這個東西只是對於 Linux的機體管理器 做一個提示 所以注意到這是個提示 這沒有保證一定會成功 所以這是一個提示 另外一個系統物件 叫Unlock All 那就是把 把這個 目前的Edge Space 這個 整個這個Page 都可以Lock 當然有Lock 就 就Unlock 反正就是 這些機制 好 所以 這個的重點在於什麼呢 就是 我們想辦法去降低 被 置換的風險 那 這個是在這個 實作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原本你看 你看原本的程式 長這樣 原本的程式 就是說我的 標註它 我的Stake 大小啦 我標註說 我拍了一些 跟你的什麼機制操作 然後 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要做一些事 比方說我先 Lock All 我確保 目前以及未來之後 然後我的Page 我儘管不要被 不要被置換掉 因為 你的 你的機體的資料 一定要被置換 那你們可以知道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嘛 這些Page for Handle的 這個代價 其實都是 不低的 這就導致我們的系統 這樣 就會 Non-decom mistake 那反過來說 如果 我們目前的這個 程式運作呢 它 多半都可以在這個機體 不會被 被置換的話 那你可以相當於是說 把 機體 導致一些不確定性 去縮減 然後這邊注意到 這邊還有一個小技巧 這叫 Stack Prefort Stack Prefort 你看其實它 聽起來很厲害對不對 但是其實它很乾脆 它就是把你要用到的機體 走過一次而已 所以這邊做什麼 這件事在做什麼呢 你乍看起來好無聊啊 把機體清得零幹嘛 你知道嗎 接觸那個機體 所以 我們開始要求什麼 要求目前以及未來的時間 我們的patch 盡可能帶來 機體 主機體 那接著 在我們真的做正式的時候呢 先把那個機體 走過一輪 就這樣 掃過去 掃過來 反正你可以填個零啊 或者是 反正你知道 只要能夠讀取到 給定的機體就可以 好 然後 你看 後面才 所以這個叫 Prefort 就避免說 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會有那個PatchBoard 你知道 PatchBoard也是為了這樣 帶來額外實力代價 所以真的要做周期新路在哪裡 就在這裡 所以搭配之前講的 Clark Melo Zacon 做出什麼 然後說 每一幕Zacon 做特定的事情 所以 這段程式碼 很熟悉啊 當然那一段程式碼 就是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 ClockNeloState 做出什麼 周期新的 是吧 那但是在這之前呢 我們要搞定一些 相關的機體的 處理 接著我們繼續講這個Mutex 因為整個這個在Mutex來講的話 是翻天覆地的大變動 那再回顧一下 我們前面講到什麼 Mutex Fast User Space Mutex 然後我們在Mutex的基礎上 建構 Mutex 然後Mutex在 Planet RT來講 會有的機制叫做 RT Mutex 這個東西就有很多細節 但是簡單來說 Mutex大概就是什麼 Mutex Elite Mutex Detroit 然後這個Lock Unlock 然後還有一些對應的 Attribute 注意到這其中一個 Attribute 然後設定 Priority Inheritance 所以注意到 要去特別去設定 Priority Inheritance 好 除了這以外的話 就是前面提到一些 Timer的 HRT 不管的 Timer 好那其中Gate的 IeS就是 去取得吧 一個 Dissolution 好 再來是這個 那我知道就是Signal 它是屬於同步 或者非同步的一個 通訊機制 所以你可以講說我今天 Signal 設定好之後 我可以 非同步的去通知另外一個行程 同理 你也可以 非同步去通知 點訂的那個 Frate 好就是這種 同步或者是非同步的 通訊機制 那當然這個通訊機制做的 相對單純很多 通訊方法很多 比方說你去共享記憶體 好 但是這邊來講做的單純就是 通知 通知這個 設計 那注意到的就是說 Signal本身它是非同步的 但是呢 在特定的Signal 他可能做出什麼 同步的操作 所以我注意到我們剛才講的話就是 同步跟非同步其實都有 那但是呢 在Nordification來講的話 它是屬於那種 Send and Forget 就是 我送 但是我就 忘了我送 我不用 我不用你等我我等你 我等我發通知了 對方什麼時候得到 就是做一種責任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的設定呢 就是像這個 Signal Signal wet 英波啦 或是PC的 Signal Mask 這是東西的 是可以被設定的 被 被遮蔽了 那它當然還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有個東西叫P3Q 這東西拿完 上去沒有下 好 那所以注意到 這個在UNITS的世界 Q不是把人家殺死的 在UNITS的世界 Q就是 Send a Signal 你再看一下Q 注意到 Q 沒有要殺人 殺人 你去搜尋那個 比爾 你知道這個小話嗎 追殺比爾的小話 有一部電影叫追殺比爾 這年紀要大一點 你才知道 好 大家注意到 在UNITS的世界裡面 Q 它的意思不是殺人 好的嗎 是 Send a Signal Tour Process 所以它是一個通知機制 然後呢 如果是前面加個 P3Q 故事就是 Send a Signal Tour Tour 原本是Process 能打換Tour 好 所以我今天就是一個 傳遞的對象 好 這個東西呢 有點好玩 對不對 我們現在去 發送 這必要的通知 再 給一個特定的 Tour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原本 預設主態下的Kernel 跟P3RT的Kernel 它的效能是新聞 但是新聞差一點 是這樣 注意到這個數據是比較舊的啦 所以這只是給大家去參考 我們知道我們在意地方呢 不是Average Case 而是什麼呢 而是 Worst Case 所以你看到這邊Worst Case來講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有可能到幾百 甚至還有擴千 這邊有一個 顯然是2000多的 一個很大的延遲 但是你發現 在P3RT的世界 這數字小多了 我再跟你講 這邊有2000多的 這邊小很多 32 33 當然偶爾會冒出一個很大的 300多的 這表示有些因素外 這邊有考量到 但是 大部分的情況都是說得很小 而且 我們把最差的跟 平均的看起來 其實還OK啊 你看 因為32 平均是 12 就 還不錯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上面的平均跟下面的平均 也有差別 在預設主態的平均其實小 小小小一點 然後在 RT來講 因為它有額外的成本 像剛剛講的 安插 可以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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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interlock 也會 也會變 轉換成 Radio RQ 這些都是有成本 所以注意到了 你平均的延遲時間其實是增加的 但是在最差情況下的延遲 是大股縮減 這是平均RT 所著重的 那我們畫的下面的示意圖更清楚了 所以在原本的圖來換的話就是 因為最差的時間到 最差到底差在哪裡 不曉得 反正差差差 就一直 沒辦法收斂下去 但是如果你把 QRT 啟動的話 就拿完了 就是 我這個最差的情況去收斂 在某個區域範圍 好 那 再次我們知道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 這個什麼 我們所謂的這個延遲時間 這個 提成 還有的出戶 就是給大家記載 好 那所以我們在意的 realtime preension 到底在著重什麼呢 就是說 我這個像這個spinna spinna 原本的spinna 會desable 原本的spinna 是不准你做preension 但是 我們把它轉換成什麼 mutex 所以 你不再 desable interrupt 而且你也不再 desable preension 換一次 中段繼續跑 好 那個什麼 preension繼續做 高雄發大財 好 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這個priority inheritance 這個就是 為了避免 前面講的這個priority inversion 狀況 所以我們一路的priority inheritance 這個photocall 好 特別注意到一些是 用的時候呢 要怎樣 去設定 好 所以我們會有這個對應的 mutex attributes 好 就是這個 Pthware的系列裡面 很麻煩的 一定要去做好 必要的設定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我們去 改善整個 kernel這個preension的能力 但是你去付出的代價 整體的速度是下降的 好 但是什麼 在原本的boss case 來的事件是大幅的 大幅的改善 改善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就是說 講這個 因為其實 linux kernel 其實它可以追 linux kernel 邁向的這個 流湯 接著追溯到1997年的 rtlinux rtlinux 我們在之前 上個部分有提過了 這個東西已經不再 維護了 但是 它還是很有代表性 怎麼說呢 因為 它的這個 都影響的影響 就是它有 思考的點 設計的點 還是影響到後續的 像rtai 或是 Zenomine 好 那它的設計思維 就講 在1997年那個年代 linux要做前面講的那些什麼 VDIRQ 這些大概 幾乎是不可能的 難度是很高 那時候 linux做不到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 既然linux做不到 那就散開教育專業的來 所以我們就叫linux kernel散開 引入一個新的kernel 它可能是一個microkernel Nanokern 或是一個atops 反正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 Halriotan的一個 作業系統 所以呢 因為我們真正執行在硬體之上的是一個 Halriotan的作業 那Halriotan的作業上呢 我就會做到什麼 執行RT 那linux呢 退化成一個 這個 NinoTanOS上其中一個 最低優先權的東西 所以就這樣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 伏筆抽薪 是因為當時 1997年的時代 linux才發展了多久 linux kernel是1991年發展的 1992年 Gnu GPL重新授權 所以就這樣 我們講92共識 不是不存在 你拿拿出你的手機來 它存在 對不對 因為裡面跑linux linux是1992年開始用Gnu GPL 發行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1992年 創造這個新的92共識 就是這個小企業創造的公式 那到了這個97年的時候 其實linux才發展 6年而已 5、6年還不到6年 那所以很多東西是 不是那麼完備 那所以 讓linux要邁向這個NinoTan 往往都只能用這種 我們稱為叫 Duo kernel 就是有兩個什麼 有兩個kernel的一個模式 Duo kernel的 設計 那 Duo kernel在 20年前是很恐怖的 有很多設計 不然說我們台灣的學校 沒有在專門做這件事 我們只有一個台灣前輩叫 王悠忠 王悠忠博士 博士 我們台灣的王悠忠博士 他是很 就是 王悠忠博士 再加個linux 那 王悠忠博士 他是早期 台灣 跟您這個Kernunius的一個代表人物 那 現在有很多人是不認識他 因為 他這個年代真的很早 然後 然後 早期他有做這個中卖劇 這個東西很久 1994年就有 這個距今20多年 然後後來到他美國 美國深造 然後 為了Liotan Linus 那他曾經創造一個叫 Red Linus 那是 曾經一度時間是全世界 前四大的Liotan Linus 的地方 居到台灣 發展了 他後來也在 台師大 台師大 大師公司有教這個作業企劃 那我覺得很榮幸 不知不覺過了十年 我覺得很榮幸 是我 之前就是 寫了一個小的作業企劃叫客池 CURT 那就他拿這個 拿這個 我的小 小玩具 當做大學課程的教材 那時候我還沒 去需要教書 但我覺得 很大的啟發 好 所以注意到就是說 其實早期有很多這種 Duel可能 包含說我們台灣人 台灣之光 王悠忠博士 然後就發展這樣一個架構 在 透過另外一層的 另外一層的一個 作業企劃的一個 執行環境 去提升 整個這個 回應的時間 還有包含說排一層 去支持這些 好 但是注意到 因為 這個東西呢 有個嚴重問題 顧名思義他是 Duel可能 所以你有兩個可能 那 只要是有軟體 就會有bug 所以呢 Ninus 有bug 你也就修了 你有沒有想過你底層這個東西 也會有吧 當然也會有啦 到底 bug是出現在上面的 還是下面的 所以注意到 這種東西為什麼現在已經視為了 就 現在基本上沒有什麼 很活躍的 現在比較活躍的 就 RTNinus 已經退出了 然後 王悠忠博士因為他自己 有外規劃 所以他東西 有停滯 所以現在 真的有在開發的 Duel可能大概就是RTNinus 跟Zenomine 那其他 一大堆的時光光 因為 維護了成本 還有跟Duel可能的 走向 是違背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我們只看 Interrupt Response Time 那這個都能拿完 這個 你如果去看 Duel可能 Premend 跟Zenomine 跟Zenomine 那這種 Duel kernel還是有一些很大好處 它在 Propose 會比較好 這比方說我們來看這個 最大的latency 就看到吧 你看到這個 Zenomine 其實 它這個跟Average 不會差太多Rack Average是43 然後 在這個 如果是 config preempt 那在這個Average 跟Mess market 就差一個比較大的 而且在不同的硬體 越來越慢的硬體 這個數 數值會越差越大 好所以注意到Zenomine 它其他的 是這樣 它有一個 獨立的一層 所以它在 它把客戶掏空 它塞了一個小的 座位系統 這個就是 iPack 一個 你就想在這個 一個小的 排程單元 本上它也是一個 一個 一個座位系統 那這上面 就可以執行另外一個 好這里面還有Autos 那個 名字叫Nucris 所以這上面 既然它是一個 LeoTime的執行環境 它就會執行 執行這個 LeoTime的 的城市 然後原本城市 還是可以執行 原本城市在這裡 所以一般的城市 它用到GDWC 它可以用到 Venus 科門服務 所以這條路可以走 那右邊這條路 是 浮體 抽薪加入了 一個什麼 加入一個執行環境 然後上面有一個 另外一個 座位系統 另外一個 Hard Realtime的OS 所以一個Hard Realtime Hard Realtime的OS 執行在這邊 跟一般的客人 自己在這裡 這也是為什麼 像前面那個數據相對來講 因為這個技能 因為根本不是走天橋路 而是走到這邊路 然後 Zenomite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跟RTA比起來有些特別的地方 就說 它有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Intra的Pipeline 那這個信息可以去參考一下 然後 然後 Zenomite 它跟 Cleaner RT 有一個很相似的地方 它一樣 它也不是 Kerno的一部分 所以你需要 把這些額外的配置加進去 而且它要跟著 Kerno改版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這種Dual Kerno 很容易思維 你只要跟不上 Kerno改版 5月15日 你看 不知不覺Kerno就發展了 5月15日前一天 NinusKerno 5.1.2釋出了 5月14號 5.0.16釋出了 5月14號 Ninus4.19釋出了 然後再是 4月27號 4.4.179釋出了 所以你看 Kerno是好多個不同版本 繽紛多路的開發 這東西實在是很困擾 對不對 就是說 像你看 像我現在用的電腦 幫你動作 它還是 我現在用的電腦還是 4.15的 可是Kerno相對還是新的 你看 這是什麼時候變異的 今年2月變異的 就看起來很新 但是對不起 對到這個 對到這個時間表 差多了 所以 這個往往 要跟上Kerno 的發展真的很容易 好 好 那 更加忽略一些細節 那Kerno買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可以 它可以同時支援 Kernel Space 也可以支援 User Space 在早期的那個RT Linux 它只能在Kernel Space 去實現 Lewertime Task 但是Kerno買呢 也可以在User Space去實現 那它具體做法就是說 User Space的程式執行 然後我去看它的 除了Linus原本的標準系的護教以外 還有去擴充的這個 Kerno買專屬的系的護教 所以用這個實現出這個 讓User Space可以做到這個流淡 我原本寫這個投影片的時候呢 其實花很多心事在做Kerno買 不過因為我差不多這兩年 然後我調整一下我的方向 所以我對Kerno買有很大的 投入 所以我 故意跳過這些 很好 但是我過去也曾經也是Kerno買的貢獻者 也有把Kerno買的上一產品 但是 我這兩年三年不太推 所以這件事 好難點就是因為Kerno買 我們所謂的這個 上游的Linus 就是已經有這個時間落差的 然後再來是有一個很不幸的消息 就是說 有一位Kerno買的這個開發者 就是過世了 所以 原本這個 這個技術社群它的開發就相對沒那麼活躍了 只靠 其他那種王牌開發者 這其實在很多這個開放原始盤的事 都會遇到時候 這樣的狀況 這個專案品質很好 影響很多人 很多人可以因此收益 但是 主力的開發者 是 可能兩個 三個王牌開發者 像這個買的話就大概有 三個王牌開發者 但是三個王牌開發者其中有一位 過世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 尷尬的問題 就變成說這個買的 從那個剛才講的那個王牌開發者 過世之後呢 這個整個發展就 有嚴重的受限 好 不過 Zenom牌還是很值得關注的作用 因為 他其實有辦法做到 很低的延遲 而且是很接近商業作業性的表現 所以幫助說西門子 西門子自己還有在維護這個Zenom牌的分支 Sie門子 然後Zenom牌 那你可以再找到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西門子的Github上 其實就有 Zenom牌 他們自己維護Zenom牌的分支 而且他也有很多演講 你可以看到說 像這個 2016年 這個Yen 這個是一個 在西門子的顧問 他也是談的這個議題 然後 要不然說這個Yen 在這個2018年 他有跟大家介紹這個 30年相當發展 但你可以看到這個 相關的資訊量其實少得多了 你看 明明是西門子 有在貢獻 這家 但是你看到這個 搜尋的資料量其實 少得可憐 進來之後 一萬多點資料 它是一個高品質的東西 而且 它表現的是 接近商業的產品 甚至把比某些商業的產品更好 但是 就是因為 開放模式 那這邊做一個 快速做一個總結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 其實Linus 一開始 注意到目前 是這個字號 WAS 一開始設計 不是為了要做 RTOS 但是 實際上這十幾年 透過PreneRT 或是透過那種 Duel Kernel 或者所謂的 Real Time Extension的方法 去擴充Linus Kernel 所以 有機會實現出什麼呢 注意到我們講有機會 就是底層的基礎建設 我們讓這個 來自英特拉延遲 來自系統步驟延遲 去縮減 所以 Ninus來講的話 預設 預設 已經是一個 收入RT 的系統 但是只要 延伸這個PreneRT 來講的話 我們有機會做到Hard Realtime 但是Hard Realtime這件事 之所以能夠做到 是要從 Kernel User Library User Framework User Upvention 這一路要走上去 才能做到這件事 所以知道 Kernel只是一個 最基本的準備 那 所以我們來繼續看 就是說 嗯 在實際行為上 你知道如果 如果綠色是 可以被 Pre-endable 就是 可以被 Pre-end的區域 然後紅色是 Nun Pre-endable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當你打開這個 你選 Complique Pre-end Nun 只有 User Space 是什麼 是Pre-endable 那接著呢 你打開這個 Complique Pre-end 然後你可以發現 上下圖的差別在哪裡 以前只有 在User Space的時候 是可以被 那現在 其實來講的話 這個 因為它有加很多 Pre-endable 所以 可以被 Pre-endable 區域 可以被 Pre-endable 這個範圍 增加了 好 然後呢 如果你把 Pre-endable 打開的話 幾乎到處都可以被 Pre-end 全部都綠色 然後少數是紅色 那紅色區域是什麼 是 被 明文限制 被直接規範說什麼呢 規範說我 不要去 Disable Disable Interrupt 或者 Interrupt Disable的區域 但是反過來說 原本 Spinlock 原本 Intercontext 不能被 Pre-end 大家也可以這樣 也改變了 好 然後我們在之前的這個講座 叫做 Linux恒律設計裡面的中段處理和現代 現代 架構考量 這邊其實我們有提到另外一個東西 提到什麼呢 提到 提到這個 就是 提到一個演講 這個也是在Linux Foundation上 Linux Foundation舉辦的演講 就講這個 講這個IRQ 就講這個 Hard IRQ Soft IRQ 還有什麼 Grading Pre-endable IRQ 在這邊就在講這個 Grading IRQ 也就是為了 做到 PenRT 所以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探討過這個 這個部分 我們怎麼去 實做出這個 PenRT PenRT 所以 之前有特別去介紹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在這個 過程中的發展 那這邊有一篇錄文 是今年看出來的錄文 這個很值得去看 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你可以對這個 Linux kernel發展 有一個更明確認識 這個是在 2019年2月的 初刊 當然 賺錢時間 一定是去年 然後 然後 這個就是 我們來快速看一下大家的那個 快速看一下它的 宰藥 宰藥一定好玩的 就說Linux kernel原本是一個什麼 原本是一個通用的追記檔 但是 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Linux上累積太多 有價值的東西 上面有好多什麼 Open Source的成果 上面有好多商業公司 包括IBM Microsoft Google這些 所以呢 這些 這些 基礎建設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公共財 有了這樣的公共財的基礎上 人們就在想說 能不能 兼顧 兼顧這個Linux的多元 兼顧Linux的彈性 兼顧Linux的像是 很先進的那個 Network Stake Stake 或是Linux上的一些 Fies 上的一些 對新的硬體的資源 你可以看到說 像 IBM也好 Intel MD也好 他們在推出新的硬體的時候 也會跟著推出 任務的Linux的思念 然後 所以就是說 像PainRG這個 途徑就很有趣 有趣在哪呢 他就在一個 通用的一個作業性上 去擴充 去改善他的這個 Linux的表現 然後這個就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 關鍵的時間點 第一個就是說 讓客戶可以做到 Planable 也就是說 讓Linux從這邊 到這裡 這個意思嗎 加入這些 Planction Points 然後再次 HRT 就是 可以知道看到 這是2006年 加入這些 然後這是為了要 處理 Priority Inversion 所以 引讀 Priority Inquietus 這個東西叫 2006年 然後2008年的時候 就會發現 RCU 我們之前在講 Linux核心設計 講RCU篇的時候 就講到這個 其實RCU這個東西 其實是你到底 我們 之所以會有這個RCU 就是因為LARC的成本 很大的 像是BLARC LARC成本很大的 RCU在思考的時候 它本質上 它是個LARC的結構 我今天要保護資料 一致 我不是透過LARC 我們是透過一個 很巧妙的一個 讀跟寫的時間進步 好 那這件事 因為 Kernel本身是 可以做 可以Enable 所以導致RCU的 新維一樣 然後再來是 你可以看到說 在2009年 你可以看到距離現在 才過10年 這是什麼 Swade IRQ的 提出來 然後這Swade IRQ也有持續在改進 然後 這些改動呢 陸續整理到Kernel 注意到這個標的時間 都是整理到Kernel的時間點 然後再來是 TickLix 但這個東西 你可以對照 我們之前講中斷處理的部分 來做參照 所以簡單來說 TickLix 給Linus Kernel 更多的 唐性 可以去 更細緻的控制 每個殼 的行為 所以這些東西呢 對這個 中斷的發生 對中斷的 這個 氣負的控制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才能夠 讓這個 非必要的中斷干擾 降到最低 好 終於終於 在2014年 3.14版 很重要 有個新的一個 schedule 叫 EDF 這有解釋過嗎 叫做 Earliest Daylight First 這個什麼schedule 那這個東西很關鍵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讓Inis Kernel的排程 多了一個 新的彈性 以前我們講 Milkitein排程的時候是什麼 是 Beeple 然後 但是 EDF的引入 它帶了一個 很重要的 一個通貨 好 所以呢 這篇 這篇論文就很有趣 然後 這些 PinRT這些修改 以前都是一個 獨立的 什麼 獨立的修改 好 雖然陸續的基礎建設 陸續整合到Inis Kernel 但是,這個東西什麼時候會完整的整得到 整得到Linux Kern,值得關注 那快速複習一下,我們剛才前面講的 所以原本Linux Kern為什麼做不到Hardle Time 就在於說,我今天對一個任務做排程 從排程到實際投入執行的時間 就是我有延遲 延遲是沒關係的 但是如果延遲的時間 在行為上是不可預測的 這就不能接受 如果它延遲總是會慢比方10ms 總是會慢甚至1秒 這我們可以接受 而且這時候是想辦法避開這件事就好 可是如果它是有時候快,有時候慢 而且慢的時候可能會這樣 會非常慢 那這個東西就這樣 它沒辦法給出任何保證 我們在於Hardle Time 再一點就是這種保證 我們不是著重在Based Effort As Guaranteed Garanteed 受保證 所以下面這個情境就很懂了 你看這邊顯然 顯然這邊有一個什麼 Quickle Section 所以我今天有一個什麼 我今天有一個A 形成一個A 那這個形成A它不是RT Test 它記錄一個有SpinLock保護的一個Quickle Section 所以意味著什麼呢 原本的CPU在這個 執行這個 在離開Quickle Section之前 沒辦法切換W 它就只能在那邊 SpinLock 鑽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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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在這邊 忙碌的等待 但是呢 這個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說 這個 但是這塊區域不會這樣 它不會阻斷 那個中斷發生 所以如果這個過程中呢 中斷發生了 而且中斷發生的時候呢 把這個B這個任務 把它叫起來 就即時任務 B要被叫起來 可是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雖然B呢是即時的形成 或者說B呢 它甚至是更高優先的形成 但是呢 它沒辦法執行 因為Quickle Section內 在這個核 注意到我們講的是 Quickle Section內 而且在這個核的話 這個CPU Code 不允許這個Context進去 所以我行程不能清完 所以導致什麼呢 導致呢 導致呢 要在A這個Test 離開Quickle Section之後呢 這樣 才得以真正去執行這個Test B 所以Quickle Section越長呢 那個任務B呢 就被嚴重拖延了 所以這個QRT的手段是什麼呢 所以大家先把這個 把這個SpinLock轉換成NewTest 那所以我們又稱為叫做Sleeping Spinar 所以剛剛那個 那個Quickle Section 實際上 確保那個Quickle Section 正確運作的 一個核心機制是什麼呢 其實是Mutex 那Mutex呢 是允許什麼 是允許Context進去 所以它可以切換任務 所以我們就確保說 即便那個B想要執行呢 我們不用申請命在這裡 那沒關係 我就可以打斷 我可以去搶戰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機制 所以 那接著再繼續想 所以在這個 在PinRT的世界來講的話呢 Sleeping Spinar的實作 是不是需要關閉中斷 事實上是不需要的 要關呢 也只要關本地 多可出去去我們本地的 我不用關全域的 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個 這樣的話才就可以 就這樣的話 就不會造成Gaylock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底下呢 就有一篇文章 一個大陸朋友的文章 這個 宋寶華先生呢 在中國呢 是非常知名的 這個Mutex的開發者 那 他寫了一系列的文章 當然第一次看 有時候比較痛苦一點 因為他寫文章的風格 就是有大量的 這個 程式版 底下都是程式版 我就不放大了 那 那 你可以搭配看 搭配我們這個 剛剛那一顆頭影片 來做對照 就是說 怎麼去實現那個3DIRQ 那 可能裡面要做哪些變更 這個 宋寶華現在這一份 很值得參考 這個 而且這個是相對 相對比較近的這個時間點 那你可以搭配 剛剛講的那一份 那一份頭影片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快速回顧一下 這個Linux Foundation 裡面有些連同位 那這底下有很多的錄影 那這個既然有錄影 我就不需要跟你講太多細節 我就幫你畫一下重點 那第一個就是那個 還記得Steven 對不對 在VMware工作的那一位 領導CleanRT的發展 那他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做這個Stable的RT kernel 好 講出來 RT Stable kernel 不過你要講RT Stable也可以 反正就是 你懂了 吃個癡 這個是在去年的這個 2018年3月13號講的影片 相對比較新 所以可以看到說這個在數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說 基本上在原本Linux kernel都會有些變更 本來就會變更 然後RT的Tree 然後就是RT的Stable 會在原本Linux的穩定的版本上去添增這些RT的修改 比方說這個RT RT 該做的一些必要的一些調整 反正說那些DWiDriver 然後就不能只改Know本身而已 DWiDriver要改 WireSystem 如果它對於Spinlock 它對於這些同步機制 比方說可以Antible RCE沒有處理好 那這個也要再改 好 好 然後這就跟你講它的那個 不同的時間 然後不同的Stable kernel就有不同的負責人 所以這些都是相關的負責人 然後這個Steven Steven他就維護 就大概有幾個這個版本 就在做 然後這個Subastien 他也是前面講有一家很有名的 對Know做很大貢心的一個 德國小公司 叫Ninutronics 他也是Ninutronics 裡面是其中一個開發者 然後那底下就跟你講這個RT 然後這個中間做什麼事 然後他怎麼去維護這個 維護RT 然後再來是他又變成建議 我說他這東西怎麼改 好 你看看這個File System 為了要讓RT能夠Merge到Know 所以比方說原本是這些Divide Driver的File System 如果它的實作設計上是違反的 違反RT的期待 所以其實你要跟著改 好 那底下就跟你講說RT做什麼事 比方說Priority Inversion 然後為了解決RT inversion 會有什麼Priority 也會很死 再來是原本的實作來講話 Spinlock 可能是會去 Be saved or interrupted 所以我要避免這種狀況發生 所以要讓這個Spinlock 轉換成Mutex 所以實作出這個Sleeping Spinlock 好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像這個RT的這個 Priority的期日 叫做Local Lux 所以確保這個 確保這個Priority還是可以發生 好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就不再什麼 不再允許CPU Migration 好 所以我現在這個任務呢 就縮死在一個特定的一個 特定的CPU上 好 但是呢 我的Critical Session的始作呢 就變成了去轉換成一個 Nutex 好 那更正確的說法 就轉換成RT 好 好 然後這邊接下來就是什麼 Instable Intel的討論 好 這個 這個稍微提過了 好 那底下又跟你講說了 他這樣的改動 其實他工作量其實還蠻驚人的 好 而且 Steven講話很有趣 一定要強力建議 一定要去聽他講話 好 然後呢再來是說 過程中哪些東西困難的 比方是像這種 好 各式各樣的Flag 然後各式各樣的Flag 因為 開發者關注的地方 相對是比較窄的 但是Linux來講 各式各樣的Define 是神 其實你要全面去掃過 而且 就算層次法改好 你要驗證 讓他執行正確執行 也是一個很難的議題 然後 然後還有你要維護 不同RT的Page 所以你可以看說 因為RT目前 QuinRT的這些Page 還沒有充分的整合到Linux 所以他往往都是要透過這種大量的Page 大家維護好幾個不同的Patch Set 這個就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所以在今年我們是很期待 期待什麼 期待這些東西可以整合到Linux 然後就跟你講這個Linux 然後就講這個Linux 然後就講這個 有時候你去聽這個演講 其實蠻好的 像這個演講的一個工程師 他是這家公司的CTO 他是一個Sendron 就是女孩子的名字 他講話非常清楚 而且思維很敏捷 所以這個尤其我覺得 對台灣的工程師非常重要 不只是漸行時期 其實我們要學的是 不只學人家能夠表達 我們在台灣往往都只學表面 學如何工作 學如何考試 如何準備一個專業技能 但是往往忽略說 為什麼要做 如何做 還是說去思考 這個這樣的一個思維 我要怎麼去跟別人交流 台灣往往不太做交流 你一直溝通 你看多數人 知道了職場才開始認真做工程師 因為往往到了職場之前 是不需要去溝通的 那反過來說你看 去聽這些演講 其實都很大的享受 比如說第一個 他們都是學有專注的 第二個是 你從他們的講話方式 甚至你在會後可以跟他們交流 那他的 他聽你的問題 去傾聽你的問題 去給你一些建議 或者說 甚至聽了你的講 或者聽了你的問題 去給你一個什麼 一個討論的時候 他的思維有趣 你看那邊 你看他就說 Einstein講 是吧 Times 這個 Douglas Adams 講這個話 Lunch Time 就表示時間 每個認定的時間 他的 認知時間的長度 是不同的 所以你看 像這邊來講話 Linux系統 要邁向HUDO TIN 就像我們前面講到 要邁向HUDO TIN 所以我們要注意的觀點是什麼 有RTPatch 那 太過了 那 你可以看到這邊來講 有在錄之前一些演講 你可以去查一下 有在2007年 有2008年 這些都有錄影 你看 所以 比方說像 Centra他們講的 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 精準的控制一個任務 比方說我們每10ms 要做什麼事 要去創造一個翻譜 把這個東西拉上來 所以原本是這個 這個原本是0 我要在這邊 鋪HIGH 然後把它變成1 那再過一段 過了10ms 之後 這個間隔之後 要把它拉低 那再過一段 先把它拉高 那如果說 你控制的不精準的話 這個就不是幫過對不對 就是 用三角形的樣子 這就不是我們期待的 我們之所以要做 Linux系統控制 就需要說用軟體 去精準的控制 所以原本呢 你以前要用一個 很貴的一個什麼 訊號產生器 那可能隨便一台機器 可能就台幣10萬塊 但是你可以用一個 相對低廉硬體呢 用很精準的時間控制 取代剛才講 需要10萬塊的東西 好 所以呢我們來直接 直接幫你看這幾個結論 你看到 如果你的延遲呢 你看這個東西很悲劇的 你看這個 這個延遲的話呢 這個 你看原本它做實驗 這個做實驗呢 這個就很悲劇 我們預期的這個時間是這樣 這個時間範圍內 所以就是10個ms 但是在這個 在這個case下呢 竟然它跑到14個ms 這個就不這麼期待 然後這邊原本預期是 這個1ms 但是它竟然挑到什麼 最長竟然挑到7ms 這個是一個不可原諒 非常恐怖 然後更慘的地方是什麼 原本底下是10ms 但是它最差的情況竟然衝到了 竟然衝到了 竟然衝到了 衝到了1.5ms 這個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狀況 所以完全不能接受 現在就開始去縮減這個延遲 這個 看左邊跟右邊的表現 這個就好多了 所以你真正才可以產生真正的防波 一般你永遠看 就可以彩虹彩虹彩出來這個防波 然後再進一步去看 如果我們把這個project打開的話 你可以是看到 這個這樣設計的就好多了 我們這邊預期的時間是 10ms 這邊表現幾乎就10ms 然後這邊來講話 你看我這邊 預期的時間是10ms 這邊來講話 這邊來講話就好了 Average可以好多 但是最長時間還是相對比較材質長一點 另外我覺得 還是很材質的長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 其他有很大的一個 改善的空間 這就是說 這些空間RT一直到現在 都還有在前進的一個考量點 好 那就是其他細節 其實你們都會看 講這些解說 再來是 我們要探討一個很關鍵的意思 就是說 在多核的世界 注意到多核的世界裡面 這個東西可複雜 好 等一下就跟你講說這個多核世界做了什麼事 然後講這個 然後Zenomai 講這些東西 實際上 有什麼考量 那請教他看一下 再來是這個Zenomai部分 那Zenomai有跟大家解釋過 其實我現在對這部分的興趣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把一些細節超過 好 然後另外一個又是Steven 這個也太棒了 這個是在2016年演講 那你一樣可以在Google搜尋 在YouTube上搜尋 搜尋這個名字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他的演講錄影 講得非常有趣 然後就跟你講什麼 這個LeoTime LeoFest 然後講這個 來自LeoTime 來自Bench Protection 來自這些 這些 好像Numa 所以 對於這什麼 對於這整個市場的不確定性 不然說MUTLB Memorture Station 因為他一開始講一大堆這種東西 為什麼 因為這些都是影響到 LeoTime表現的原因術 所以實際上 你應該講他只有這麼多 好 那 實際上新的信息 然後再來是什麼 在多核的世界 真的好玩啊 多核的世界來講的話 其實也要考慮這邊更多 CPU之間 這些任務會做Migration 那 一旦做Migration的時候 Cache 不管是Memory 或是MMU TLB 這些行為都改變 然後呢 這個Address Base 那些設定 那些行為 都會有不同 然後會有什麼 一些 非預測的狀況會發生 好 這個是在一起的 就是在整個Architecture的觀點 所以看 比較多這邊的講話 就說 那本來呢 這個東西是兩個優先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不可以自動占百個50 但是背景的地方 是不是 如果我在做 實際在做Migration 就不容易 然後接著我們來講一個 這個相對新的發展叫Schedule Dayline Earliest Dayline First 的Schedule 所以注意到 它基本上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是一個Bending 就是說我今天執行一個 我們以前排程設計的是 我挑出下一個東西 然後 我們以前排程是 我這個排程是先進先出 然後 後進後出 然後 還有是什麼 像是這個 龍老餅 每個一段時間期換 但是呢 這個Dayline來講的話呢 它是從那個 資源的角度 從那個比例的角度去做 我能不能做到說 我確保說 我這個 我的執行是有這個 像百分之五十的時間 然後 或者說我今天有新的路加進來 那我這個配合就變成說 我是百分之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這樣可以做到一個 一個 這樣的設計 然後再我能不能去調整 因為它是 Earliest Dayline First 的Schedule 然後 在這邊來講 那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 Arm的這個開發者 這一樣是在 這個 2016年裡面講 那後來在 2018年有個更新 所以你可以 叫它看一下 那對不對 一樣這個也有錄影 那這個 Julie這個講得非常好 就講這個 Dayline Schedule 所以它是一個 大幅度的一個變更 其實它確保什麼 它是確保說 這個 我有很明確的 每一個任務 每一個任務的一個 Legence Constraint 然後 它也可以去避免 這個 Starvation 這個 大家在同步遇到很多問題 然後 那最關鍵的地方是 它會有 它整個東西叫 Dayline Schedule 那它更細緻的東西會有 像是CBS 所以比如說 我這個Banguage 比方說我CPU 為單位的話 我可以保證 可以確認 資源的佔用 是照特點比例 然後那像這個 就會像EDF加上CBS 然後我就可以做到什麼 可以做到Temporal Isolation 正正成這樣 所以以前就說 以前呢 執行這個任務的時候呢 是你影響我 我也想你 對吧 因為 任務怎麼來 任務之所以可以執行 是因為有Schedule 是因為 Zoration配置了一個 Edge Space Zoration提供了 像系統的呼叫 讓你覺得 好像任務 活生生的在你面前 可是呢 往往呢 我們覺得 比較麻煩的地方是說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東西 不是只是讓重要任務 延遲了一些經驟不斷 我們更重要的地方是說 我們會希望 一個RT的任務 執行 的環境中呢 不是只有RT任務 有可能是囊RT的 那 所以你想一件事 有一個RT任務它很重要 這OK 然後 除了這以外呢 有好多個囊RT任務 那以前有個很大的問題 是說 越多的囊RT任務加進來 越多的這個interrupt加進來 越多的那個 DivineJoy加量 發熱線加進來 RT任務就失望一下 它Latens就脫離 就剛剛給你看到一些數據 多數時候是很棒的 但是某些情況就是不行 然後注意到 DaylineSchedule對RT是很大一戰 因為它真正去實現了這種Temporal isolation 它確保說RT任務 概念上可以隔離於哪RT 或者其他優勢權 比較低的東西 就是確保一定的實力 一定的實力可以做完這件事 那當然這個 後面有很多議題要去討論 比方說這個Bandless Reclaming 就是說 我們有配那麼多額度 我們可不可以適用回收 適用調整 這個一直都在發展 從Linus kernel3.14之後 DaylineSchedule就正式整合到這個Kernel 但是不代表說RT任務就此為止 其實要考慮一點很多 最後快速幫大家複習一下 所以我們在這個講座 其實跟大家探討了什麼 就是包含說 從排程中段處理 前面講HRT 還有這個多核 不見得是SMP 反正在多核世界上 然後包含說像剛剛講 DaylineSchedule 那更導致之前講的很多那種細節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Kernel 花了十幾年長期在進行的方向 而且你發現說這個過程 其實 不容易 除了 Kernel裡面最關鍵的地方 它外圍都是剛剛 都是剛剛有些 Ey-by-drive-by-system H-sup-system 那在那之上 其實上層的這個要用 有一些 系統護照的使用方式 或是上課講 NewTest NewTest 就不是只是系統護照而已 因為真正的系統護照 其實是相對少的 但是上面那些 Threading Package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要調整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所處的一個 Nins Kernel 以及它上面整個 生態系統的一個變化 好 先見到這裡